您是哪个小朋友的妈妈呀 周小杨 我叫周楠楠 不是 我们班没有叫周小杨的小朋友啊 周楠楠 我们班没有叫周小杨的小朋友 周楠楠是一个单亲妈妈 平日里银行的工作繁忙 所以她的孩子周小杨一直是外婆在的 由于洞迁搬家 周小杨需要换一个幼儿园 但一大早周楠楠就做了一个梦 发现自己从未去过的幼儿园班里面 根本就没有她的孩子 醒来后周楠楠照常上班 外婆带着周小杨去参观新的幼儿园 却突然发现园里正在刷油漆 开学了你们刷油漆啊 小朋友怕会中毒的 外婆见状立刻带着周小杨离开幼儿园 晚上回家后 外婆跟周楠楠研究其他幼儿园 外婆听说小水滴幼儿园是这里最好的 而且可以直接升重点小学 但周小杨如今已经是打扮 想要插班非常困难 这时外婆接到朋友的电话 说正好有个朋友的邻居的儿子要移民 所以需要退学 让他们赶紧去抢占空出来的名额 于是大晚上外婆就要拿着板凳去门口排队 周楠楠让外婆听她的 明天早上再去 外婆却忍不住就是重提 你早要是听我的 你也不至于混到现在这个城市 最起码有个男的可以帮你排队 你当初死了活的要把羊羊生下来 你想到过吗 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多么不容易 多么辛苦你知道吗 周楠楠不忍心让妈妈去替她受罪 只好拿着椅子自己去幼儿园门口排队 很快又其他人得到消息赶来 第二天一早 外婆就带着周小杨来跟周楠楠换班 让周楠楠带着孩子回去休息 路上周楠楠想上厕所 但周小杨不愿意跟她一起去女厕所 于是周楠楠只好一边跟外面的周小杨说话 一边进厕所 突然外面没了周小杨的声音 周楠楠赶紧冲出去 正好看到一个男人正抱着周小杨 跑到了马路对面 她吓坏了以为遇到了人贩子 急忙跑过去抢回周小杨 你干什么 谁啊 妈妈 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让孩子一个人在马路上危不危险啊 你少到大一盘 明明是你拉着孩子不放的 你怎么说话 你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了吗 男人见周楠楠十分激动 于是不想辩解 想直接带着狗离开 周楠楠却硬把她拽到了公安局 结果询问时周小杨说出 是自己在马路上追男人的狗 才被她抱到了马路对面 原来是一场误会 男人名叫卢川 而且还是周楠楠的邻居 卢川生气的带狗回家 周楠楠带着周小杨 也紧随其后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电梯 周楠楠嘱咐周小杨 千万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外婆 还用甜食和冰淇淋讨好周小杨 卢川在一旁听不下去了 听话的小朋友是好孩子 听了妈妈的话 做了不好的事情 那就是妈妈的问题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现在已经是立秋了 小孩子确实不义吃冰淇淋 而且你还用利诱的方式 让他配合你撒谎 那问题又更严重了 周楠楠觉得卢川是多管闲事 于是卢川不再答话 转头直接回家 两人竟然还住在同一楼层 外婆在门口终于等到了校长 但校长却告诉他们在线上报名 陆续结果会另行通知 外婆无功而返回到家 周楠楠看到幼儿园的宣传册 发现白天得罪的卢川 就是这家幼儿园新来的金牌老师 外婆怕卢川对周楠楠有意见 影响孩子上学 于是让周楠楠主动 拿自己做好的甜点去讨好卢川 但卢川并不领情 把孩子一个人扔在 人来人往的马路上 这是家长的严重失职 我知道我的言行举止 多有得罪 你大人不计想你 哎那个 我先想 我还有件事想请教你一下 你是不是在小水滴幼儿园工作 那个幼儿园大班的 欧阳约翰小朋友 他到底什么时候能退院 作为邻居 你这样扒着我的门 很没有理由 作为老师我有职业操守 不能向任何人 透露有关学生的任何信息 周楠楠被卢川怼得哑口无言 回去便跟妈妈说 小水滴幼儿园她放假 明天再给周小阳找其他幼儿园 表号有结果了吗 已经出来了 这个孩子看起来各方面的条件 跟我们小水滴的招生标准 都有比较大的差距 我们要不要面谈再决定啊 虽然大班只空缺出来一个名额 然而却收到了上百分的报名资料 因为这是卢川所带的班级 公平起见 卢川见姚浩 但招生老师却表示 公正姚浩出来的这个孩子 不太符合小水滴幼儿园的招生标准 建议卢川先见一见家长和孩子 然后再做决定 如果百里挑一这么为难的话 我认为姚浩是最公正的选择 远长 这个班是我带的 我对所有的小朋友都有信心 多元 包容 人格教育 这不一直以来是我们小水滴所提倡的吗 卢川虽然不知道姚浩出来的孩子是谁 但他却坚持要把这个孩子留下 而这个姓儿正是周小阳 周楠楠知道后十分激动 于是让同事帮他代班 下午他要请假去幼儿园见园长 然而到了幼儿园 周小阳跟着试听了一节课 发现小水滴幼儿园的学习内容 以及专业性 都比其他幼儿园更多 也更复杂一系 周楠楠在填写报名表时 招生老师对她是个单亲妈妈 也不停地问东问西 最后还问了周楠楠一个问题 李雷抢了韩媚媚的玩具 韩媚媚不让 李雷抓伤了她 作为李雷的家长 你会怎么做 作为韩媚媚的家长 你会怎么做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想要解决得让所有人满意 还是不容易的 周楠楠在现场一时没回答出来 她回去跟同事小陈聊起这个问题时 小陈却很轻松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光动嘴皮子显得没诚意 那么要么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 顺便承担一下医院费 态度总是要有的吧 要么就给幼儿园做贡献 不是因为抢玩具打到的吗 那你就买玩具 捐给幼儿园 这类问题虽然没有标准答案 更像是幼儿园对家长的试探 但小陈给出了两个解决方式 一个是讨好家长的做法 另一个是讨好孩子和幼儿园的做法 周楠楠恍然道 不过等到晚上九点 也没等到幼儿园 让她办理正式入园的电话 周小阳都已经两天没有学上了 第二天周楠楠做了个 感谢幼儿园的锦旗 带着周小阳来到幼儿园 外婆提前打听到 今天会有教育局的领导 来幼儿园参观 于是周楠楠带着锦旗 走到领导和园长面前 你们这是 感谢小水滴 愿意接受小阳 现在园长还有接待工作 有领导在是吧 领导 我正好想跟你反映个情况 现在有些幼儿园 条件虽然好 但是对父母都特别的苛刻 你们不会也存在这种情况吧 领导 您放心 教育公平化 一直都是小水滴 办学的理念 这位周小阳同学的事例 也是我们在新的教育方针 导向下落实的成果 园长当着领导的命 无法驳回周楠楠 于是周楠楠 立刻把孩子上学的事情落实 园长 小阳因为生病请了两天假 那我们明天 是不是就可以正式来上课了 欢迎你加入小水滴 谢谢 谢谢各位 园长之后录取了周小阳 然后意味深长地 看了招生老师一眼 不过周楠楠拿到了 录取通知书之后 看到昂贵的学费也有些犯难 但还是咬咬牙 决定让周小阳去小水滴上学 次日他们来到学校 接待他们的正式邻居卢川 也是周小阳的班主任 虽然你觉得我们不适合这个幼儿园 可是我们还是入学了 估计全幼儿园的人都知道了吧 为了孩子上学 如果吵架有用的话就吵架 下跪有用的话就下跪 更何况 我们本来也咬上了 这不能说明这里更适合你 只能说明你运强 以及小水滴是个讲规矩的地方 不过卢川告诉周楠楠 在幼儿园他仍然会好好照顾周小阳 我听说呢 今年大班的孩子 马上就要恢复午休 取消幼小贤接课了 按照规定幼儿园应该不允许 开展此类的教学活动 我听说呢 有几家很好的幼儿园 都在大班的时候取消午休 别的幼儿园怎么做 我们小水滴也不需要去模仿 何小涵是一个全职妈妈 他的孩子悠悠也在卢川带的这个大班 这天他单独找到卢川 讨论前让孩子们取消午休 上幼小贤接班的事情 但卢川却认为 午休对小孩子来说很重要 如果要取消 也得班里超过一半的家长同意 他才会同意 于是在家长交流会上 何小涵提出对取消午休 增加幼小贤接课的事情 做出投票 而现场一共25个学生家长 却出现了评票 评票 怎么可能 加上插班生一共25个人呢 谁没投票 13票 保留午休的多一票 等一下啊 悠悠妈妈 我们投票已经结束了 想要妈妈也是刚来 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我们大家应该给她一点时间 让她再考虑一下 秦薇是周楠楠的大学同学 今天也是两人毕业后的第一次见面 他们的孩子成为了幼儿园同学 秦薇在旁边是以周楠楠再考虑一下 其实是想提醒她不要得罪了何小涵 但周楠楠却把自己的想法全说了出来 我已经看过小舍弟的课程表了 安排得非常丰富 如果中午孩子能够休息一个小时的话 那下午的精力会更好啊 有些事情 等孩子上了小学 自然而然就会习惯的 其实不用那么着急 坐在何小涵旁边的是苏青 她是业内知名的旅师何小涵和苏青 在家委会中各自占有一席地位 两人的关系有些敏感 交流会过后 周楠楠想请教何小涵 却被委婉拒绝 而她去到苏青时 苏青却友好的加了她的威信 还把她拉进了家长群 而何小涵发现周楠楠 并没有站在自己这一方后 从此也开始明立案例地针对周楠楠 秦薇十分圆滑 等何小涵和苏青都离开后 她才敢跟周楠楠说话 他们两个以前 不仅如此 周楠楠的儿子周小楠 第一天来幼儿园 就带着同学们一起在教室里踢起了球 遭到了老师的批评 临走时卢川把周楠楠叫到了办公室 提醒她不要因为午休投票的事情 而影响到孩子 并劝她收起锋芒 今后一定要妥善处理好 跟其他家长的关系 周楠楠却反驳说 自己不是第一天当妈妈 有些事情顺其自然就好 一个差点把孩子弄丢的人 有这种想法很正常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基于老师的立场 给你一个提醒 怎么 就因为我没有处理好 和其他妈妈的关系 你又要说我是个 不负责任的坏妈妈吗 卢老师 好妈妈和坏妈妈 这个评定标准 不是你说了算的 在我心里的标准 做对孩子好的事 就是好妈妈 两人再次不欢而散 晚上何小涵回到家 她的丈夫田思扬 是大医院有名的外科医生 学历高 收入也高 而何小涵在做全职妈妈之前 是一名专科学历的护士 所以婆婆一直觉得 何小涵高攀她的儿子 何小涵虽然在幼儿园 风风光光的 在家里却处处战战兢兢 老家人给何小涵寄来了 女儿悠悠最爱吃的烟熏香肠 但婆婆却说 这种香肠不健康 于是何小涵立马起身 妈 我以后啊 不让老家再寄这种东西过来了 妈妈 悠悠 奶奶是为你好 何小涵见丈夫田思扬吃饭时 一直在用手机看足球比赛 于是提醒她吃完饭再看 妈一天工作多累啊 说说了一天你让她轻松轻松 我是怕她看手机啊 不好好吃饭伤到胃 我没说 婆婆还很关心悠悠教育的事情 询问何小涵最近都在忙些什么事 何小涵坦言 最近在争取让幼儿园取消午休 给孩子们增加幼儿园闲接课程 但因为投票时少了一票而没通过 婆婆对结果并不惊讶 她觉得何小涵肯定竞争不过律师苏青 于是让何小涵 把她刚买的几本书拿来 而田思扬借机带上了耳机 妈 这都是小学奥数啊 那让幼幼现在就学 是不是太早了呀 我不是给幼幼买的 我是给你买的 哎呀 你的学历呢 你说你跟四杨没法比 但是四杨又没有时间 天天要上班 你闲着 你提高提高自己 对吧 将来你说你孩子要是一问你 你不能说一问三不知啊 好球 好球 田思扬而不听心不烦 何小涵的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这支笔是哪来的 想送过的 妈妈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不需要别人的东西 我没有 我用了这支笔跟他换的 你有哪支笔跟他换的 奶奶送 哪支 你把奶奶送给你的礼物 送给别人啦 何小涵得知悠悠心拿回来的笔 是用婆婆给她的笔 主动跟周小杨交换 她怕婆婆生气 于是第二天何小涵带着悠悠 找到周小杨的妈妈周楠楠 想要把笔换回来 但周小杨却表示 自己当时并没有收下哪支笔 你我是不是记错了 小杨不肯要 回去放到桌子上了 那你们要不要回教室再去看一看 于又刚才已经很明确的说了 这支笔是跟小杨交换的 其实呢 如果是一支普通的笔 还不还回来也无所谓 但是那支笔 是悠悠奶奶 从国外旅行的时候 买给悠悠的 这支笔对我们来说 有纪念意义 必须要还回来 是不是小孩子记不清了 小妈妈 要不然你看一看他的书包呢 周楠楠拒绝了 何小涵翻书包的要求 他相信周小杨说的话 并表示如果要翻书包 那就应该所有人 都必须检查才公平 苏清一直在一旁听着 见状过来劝警 我觉得翻小朋友的书包 对小朋友是不信任 这样不太好 是小杨妈妈小题大做 把大家都给牵扯进来 我不是要故意怀疑每一个孩子 但这件事情 如果不查清楚的话 小杨就会被贴上 是小偷的标签 见双方僵持不下 于是苏清提出 他可以陪着两人一起去监控室查监控 然后他会把结果公布到家长群里 给大家一个交代 卢川帮忙调出了 昨天教室里的监控视频 视频上显示 悠悠放在周小杨桌上的 笔被别的小朋友碰到了地上 而周小杨在此期间 也确实弯腰捡起过东西 却不能看清 他捡的东西是不是那支笔 不过何小涵仍然不依不饶 周小杨无奈 只好自己脱下书包 将书包的东西全部翻出来 并且哭着说 自己真的没有拿过那支笔 悠悠见周小杨受了委屈 也有些不开心 妈妈 那支笔我先送给小杨 咱都不要了 行不行 悠悠妈妈 刚才从监控画面上 不能确定是小杨拿走那支笔 是啊 事情已经这样了 还想怎么样啊 你可能还欠小杨一个道歉 苏律师 法律上是不是有规定 要讲究证据 这段监控确实不能构成任何证据 那这段监控也看不出来 小杨就是没有拿那支笔啊 作为班主任 我提醒过所有的家长 不要让孩子带贵重物品来到幼儿园 然而何小杨并不愿意道歉 直接带着悠悠离开了 周奶奶向苏青和卢川表示感谢 卢川说自己只是希望孩子们 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 卢川安慰了周小杨 并表示自己愿意相信她 回家后悠悠情绪有些低落 于是奶奶问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奶奶立刻责怪起何小杨不该太小气 小孩子之间互相赠送礼物很正常 就算是他送给悠悠的笔 也不该往回药 何小杨被婆婆骂 只好看向老公田四杨 田四杨这才摘下了耳机 怎么了 我给悠悠买了一支笔 悠悠把它送给了她的好朋友 她就为人家要 不你送给人家了 你为什么还要要啊 你这种小家子气 什么时候能够改一改啊 妈 对不起 您别生气了 是我错了 不就是一支笔吗 这样回头我多买两支 好吗 吃完吃完吃完 我还以为多大大事 一直以来田四杨只会火稀你 连悠悠都有些习惯 晚上苏青给儿子小文整理书包时 发现她的文具盒里有一支新笔 疑问才知道是小文捡到的 本来准备交给老师 而当她看到大家都在找这支笔时 小文却不敢说出来了 于是苏青主动把这件事告诉了何小涵 并向她表示歉 只要是找回来了 悠悠就很开心的 明天我就让小文把这支笔交给悠悠 那倒不用了 这样吧 你就交给我就行了 小水滴 人多口杂的 免得议论到小文身上 苏青没有领情 只要在群里跟家长们说清楚 随后她在群里主动道歉 是自己和小文的疏忽 才引起了周楠楠和何小涵之间的误会 这群家长们有些双镖 他们对周楠楠揪主不放 对苏青就十分宽容 还有称赞她家小文实惊不媚的 周楠楠心里虽然有些不是滋味 但周小阳的嫌疑也因此被洗清了 她也正好跟着在下面感谢苏青 你让我玩一下 我下次把我爸爸把人 变形剑刀带给你了 小阳没有爸爸 我们不要再说爸爸的事情了 我妈妈说 小阳妈妈没有跟对人 所以小阳才没有爸爸 你们胡说 由于前一天悠悠妈妈到幼儿园 找周小阳要比 第二天不明真相的孩子们 都有些孤立周小阳 只有苏青的儿子小文主动找她玩 卢川看见后一暖心 把蝙蝠侠的玩具递给了周小阳 悠悠想要去界却被周小阳拒绝 周小阳还因为谷月说她没有爸爸 而推了谷月一下 悠悠也因此跟周小阳打了起来 卢川见状赶紧过去把他们分开 三个孩子的家长也被叫到了幼儿园 秦威虽然是周楠楠的大学同学 然而她却附和着何小涵 一起排挤周楠楠 说周小阳的性格有问题 不是和留在小水地友而言 但卢川把她通过询问 记录下来的谷月和悠悠的对话内容 念给大家听 见周楠楠有些脑呢 卢川急忙劝警 周楠楠表示 自己虽然是单亲妈妈 但周小阳从小也是被她捧在掌心里长大的 并不比其他孩子的性格差 然而何小涵却一心想法 周小阳和周楠楠驱离幼儿园 其实我们也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孩子的行为 做家长的是该负责任的 我觉得以小阳现在的状况 她也不会想留在小水地吧 受了委屈的周小阳 也哭着跟周楠楠说 自己不想留在这上学了 周楠楠立刻带着周小阳离开幼儿园 并当即决定让周小阳退缘 卢川追了出去 她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严重到退缘的程度 但周楠楠却表示 她不想让周小阳 每天生活在误解和偏见当中 更不想让她再受到任何委屈 晚上周小阳一直在疑问 自己没见过爸爸的事情哭 周楠楠安慰周小阳 说爸爸其实是在天上保护着他们 她也不知道自己这个谎要撒多久 第二天卢川一直也没能等到周小阳上学 于是晚上主动敲开周楠楠家的门 询问周小阳的情况 两人来到楼下交谈 卢川建议周楠楠向周小阳坦白她爸爸的情况 不然她需要不停的去缘这个谎 但周楠楠却表示 自己其实是未婚生下周小阳的 坦白很可能让周小阳遭到更多的偏见 如果谎言能够保护周小阳 那么她宁愿承担谎言带来的结果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你也知道 插班并不容易 既然你们已经交了一个月的学位 那你把它念完再走 我已经决定离开小水滴了 这不是你换一个地方 就不需要去面对 抱歉我说的直白一点 小水滴只是放大了 周楠楠接受了卢川的建议 第二天又让妈妈把周小阳送到了幼儿园 然而在幼儿园 周小阳仍然一个人站在旁边 卢川见状让周小阳拿着火车头玩具 询问大家是否愿意跟他一起玩 不过发生了前一天的事情后 小朋友们都不愿意理睬的 于是周小阳站在凳子上 大喊自己的爸爸是超级英雄 他在天上执行任务 小朋友们都说周小阳在骗人 这时卢川偷偷折了一个纸飞机 并贴上了超人的贴纸 然后扔了出去 奇怪了 教室里怎么会有纸飞机呢 我们大家找一找 窗户是壁着的呀 爸爸 他跟你说 我们看他用过这些超级英雄吧 小阳爸爸 你在教室吗 小阳 你是不是说过爸爸在执行秘密任务 这个超人的手势 就让你保守住秘密 我们大家都帮小阳保守秘密好不好 好 这时靠窗的门突然被风吹开 于是周小阳和同学们 一起挥手跟小阳爸爸再见 卢川借机让周小阳和悠悠相互道歉和好 大家也不再孤立小阳了 而且还很愿意跟他在一起玩 放学的时候 周小阳告诉周楠楠 自己很喜欢这个幼儿园 也很喜欢卢川老师 他不想离开这里了 我知道有的妈妈另外有个群 你能把我拉进去吗 很为难吗 她也不至于 只不过是 如果我把你拉进去的话 马上就会有第二个没有你的群 我知道我跟大家差距很大 看来我确实需要努力赚钱了 周楠楠想要进其他家长的小群 苏清却委婉拒绝了她 只因为和小韩带头孤立她这种 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单亲妈妈 为了减少和大家的差距 能给孩子更好的一切 周楠楠想要更努力赚钱 于是她主动找到领导吴主管 请求转岗客户经理 但是吴主管怕她一边跑夜偶 一边带孩子过不过来 然而周楠楠执意要争取 吴主管只好点头答应 行吧 转岗还有最后一个名字 你叫试试 最近那个同事们老帮你代班 买点奶茶 谢谢人家 于是周楠楠第二天 亲手做了蛋糕送给同事们 看到跟她最好的同事 小陈闷闷不乐的 周楠楠主动把蛋糕送到她面前 并询问她情绪低落的原因 小陈坦言说自己申请客户经理没通过 吴主管跟她说 还有另外一个竞争人选 行里考虑二选一 看来是咱们两个 在竞争最后一个客户经理名额 你之前不是说 对客户经理没兴趣吗 可是现在这个小水滴开销太大了 我只有当上客户经理 才能多赚点钱 时间也能自由点 小陈得知自己没选上客户经理 是因为周楠楠在跟自己竞争 瞬间没了胃口 生气的把蛋糕扔进垃圾桶里 周楠楠为了达到客户经理的考核标准 宇天也忙着去见客户 而当她见完最后一个客户 准备去接周小阳时 吴主管给她打去电话 领导安排她来一起去见重要客户 周楠楠只好让妈妈帮她去接周小阳 她急忙赶去赴言 见到吴主管后 提前跟她说自己不能喝酒 然而晚宴只有周楠楠一个女士 随银行的领导建议 让周楠楠献给客户经一杯酒助助行 不好意思汤总 我喝不了酒 这样吧 我以茶带酒敬你一杯 我干了 诶 这可做业务的 不喝酒怎么行啊 大家说是不是啊 我这酒量完一喝就倒 不怎么会喝 就需要多练一练 来吴主管 给你们这个新人 把酒倒上 吴主管让周楠楠实在 不行喝点皮的对付过去 周楠楠面露男色 正僵持不下的时候 小陈匆匆忙忙赶来 然后又亲自端着酒 去挨个敬客户 赢得在场的人一致好评 不过没过一会儿 小陈喝得过猛去了卫生间 周楠楠去卫生间安抚小陈 发现小陈已经酒精过敏了 于是劝他别再继续喝了 从今天起 再来就是竞争对手 就算是竞争对手 也不能这么拼命的喝酒 伤的是自己的身体 你滴酒不沾 你老老实实往饭桌上一坐 谁给你做客户经理 谁给你客户呀 我今天特别看得起我自己 因为我敢拼 你敢吗 我今天不喝酒 是因为我回去还要陪孩子 我不能让一个孩子 见到一个满身酒气的妈妈 小陈表示自己 在这个城市没钱没购 只为她自己付出 她只意回去继续陪客户喝酒 但酒精过敏的小陈 已经再也喝不下去了 吴主管想要替她喝 客户却不依不饶 并且给她加码 喝一壶酒 她就追加一千万业务 见小陈醉得连酒壶都握不住了 于是周楠楠拿起酒壶 替小陈喝酒 一壶一千万是吧 我干了 您随意 吴主管 你们这个小周一晚上 是在隐藏实力呀 再来一个 两千万 管 管你管你 好厉害呀 力无作弃 三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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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呀 好 酒局终于结束 周楠楠把小陈送回家后 才发现卢川给她打了很多电话 原来她的妈妈 一直没去接周小阳 所以卢川就在幼儿园 一直陪着周小阳 等周楠楠来接她 等到周楠楠到幼儿园时 又下起了大雨 看到周楠楠为了应酬 喝得这么醉 卢川也有些不忍心责管 于是卢川打车 顺路送他们母子俩回家 周楠楠醉醺醺的 搂住卢川的手臂 还被司机 把他们错任成了一家三口 这次元庆的组织 你真的不参加了吗 往年都有你在的 悠悠爸爸 有点时间 我们想一家人出去玩一趟 这次你要不参与 真的太可惜了 我听说呀 那天 社员小学的校长也要来 孩子在他面前 露个脸总是好的 幼儿园即将举办元庆 往年十分积极的何小涵 因为要去旅游 所以这次一言不放 而之前连续两年 都有秦威负责的 布置活动照片墙的修土工作 也在苏庆的支持下 落在了周楠楠身上 然而一听说元庆那天 小学校长也会来幼儿园 何小涵立刻改变了主意 我想了想 这四羊平常工作那么忙 好不容易休个假 就别到处乱跑了 这待在家里啊 其实也蛮舒服的 周楠楠跟家长们收集照片 秦威一边挑选好看的亲子照 一边跟何小涵抱怨 他做了两年的照片墙 偏偏最后一次机会 被周楠楠抢去了 而且这一次校长还要来 何小涵借机拉拢秦威 告诉他如果周楠楠 把照片抢的事情搞砸 那么苏庆也将承担一定的责任 这样他俩的孩子 都有在校长面前露脸的机会 秦威有些动心 第二天在幼儿园时 何小涵和秦威对视了一眼 于是何小涵假装要替换照片 把周楠楠叫到了一旁 而秦威借机拿着U盘 说要上传照片 来到周楠楠的电脑前 快速删除了所有周楠楠 精心修过图的照片 周楠楠立刻跑去查看 讨厌修好的照片果然不见了 家长们都认为是他的电脑坏了 还有人怀疑他因为太忙 压根就没修 周楠楠赶紧表示 自己马上就重新修一下 当初力挺周楠楠的苏青 也不敢再帮他说话 然而修好的照片 今天必须要上交 这是何小韩拿出硬盘 何小韩这一招确实很厉害 连秦威都有些看呆了 接下来大家一起商量 元庆时候搬离食用的甜品 周楠楠想要将功不过 说自己认识一家 物美价廉的甜品店 但何小韩却提出甜品店的甜品 卫生很可能不过关 并表示他早就提前联系了一家正规的食品厂 还托人设计了包装盒的图案 跟大家分享 这一番周到的准备 让大家对何小韩赞不绝口 于是何小韩借机邀功 你别嫌我管得太多啊 哪里 主要是你平常有工作 还要照顾两个孩子 那你想简单处理 我们大家也是理解的 只不过我是希望 能把孩子们的这次元庆 做得更出彩一些 优优妈妈真是有心了 什么都想得那么周到 最近确实挺难的 要不这样吧 这次活动就让优优妈妈做吧 是啊 优优妈妈你可以试一下啊 秦威在一旁帮何小韩一唱一鹤 何小韩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 但这些工作 他一个人完成起来 还是有些吃力 于是大家建议他再选一个帮手 这时秦威在下面摸了摸头发 已经做好了被何小韩选中的准备 我就请依萨贝尔妈妈 我们一起好不好呀 我呀 我不行了 这么多工作我做不来 你的审美 还有你的水平 大家都是公认的 要不你就来试试吧 那我努力试试 依萨贝尔妈妈名叫朱鲁西 是个海归 而且家境富足 何小韩觉得依萨贝尔将来 肯定是要上国际学校的 跟自己不存在竞争关系 所以就选择了他当助手 这次能跟何小韩一起出彩的秦威 却完全被何小韩利用 最后什么好处也没得到 而且离开时还遭到了周楠楠的质问 不过秦威却一口要定不是自己做的 而当秦威找到何小韩时 何小韩却表示 自己这是在保全秦威 不然周楠楠肯定会对他不依不饶的 何小韩这真是把工心挤搬到幼儿园了 妈妈 哎呀 好久没有见表舅了吧 快打个招呼 不认识表舅了 你怎么了 妈妈平时怎么教你的 夜又长高了啊 越来越漂亮了 表姐好 你好 虽然秦威在幼儿园经常刷存在干 但他家所住的房子都是表哥租给他的 这天表哥来家里长房租 而秦威提起表嫂是教职工 所以想求表哥表嫂 帮忙安排月月使用这个入学名额 但表哥却表示 现在求他们的人都排着队呢 于是秦威说自己给表嫂买了礼物 他进屋有些不舍地把自己刚买到手的新包清空 然后重新装进包装袋里 准备送给表嫂 而在秦威去拿包的功夫 表哥趁机对月月动手动脚的 让月月很不舒服 看到秦威出来 月月赶紧藏在妈妈身后 你瞎人弄这么客气 干什么呀你说 你嫂子看见这包 肯定高兴 妈妈 我想回房间 月月 你表兄妈给你带了个礼物 月月 想不想要 喜不喜欢 我就给你的赶快拿着 喜欢吗 谢谢表兄 谢谢表兄 不客气 月月回房间后 表哥表示月月又生小的事情 他再回去跟爱人好好说说 令秦威十分开心 晚上秦威给月月讲儿童绘绘本的时候 汇本里有邻居叔叔亲小女孩的画面 秦威借机告诉月月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跟妈妈说 月月听后有些支支吾吾 妈妈 我们班有一个小姑娘 跟叔叔摸了屁股 谁啊 月月 你跟妈妈说实话 是不是有人故意摸你了 是哪个叔叔啊 门口的保安 其他小朋友的爸爸 难道是幼儿园的老师吗 难道是陆老师 月月没回答 只是一直大声地哭 秦威情绪有些激动 认为是自己那天晚接月月的时候 卢老师在幼儿园偷偷地摸了月月的屁股 第二天秦威的丈夫来到幼儿园 不由分说上去就给卢川一个大耳光 打得卢川莫名其妙 得知缘由后卢川为自己辩解 谢谢爸爸 我从来没有做任何伤害小朋友的事情 但秦威的丈夫根本不听 园长只好让卢川先休假 这件事情他一定会调查清楚 秦威还给卢川发了很多咒骂他的短信 周楠楠听说卢川请了长假 于是做了碗排骨汤给他送去 看到了卢川脸上的伤 但卢川不愿意解释 很快就关上了门 第二天园长把周楠楠和周小阳 也叫到了幼儿园 因为那天晚上周小阳也在 周小阳表示 因为月月妈妈没来见 所以月月一直哭 当时卢川老师从月月的身后 变出一颗钻石玩具 把月月逗笑了 并没有摸月月的屁股 但从监控上看到这个画面时 秦威却一口咬地 是卢川摸了月月的屁股 周楠楠觉得他们之间肯定有误会 于是去找卢川 想带他一起去月月家问月月 劝说他如果不查清楚 月月很可能会受到坏人的二次伤害 二人来到月月家 秦威虽然还是很排斥卢川 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让卢川学问月月 你那天哭的时候 卢老师有没有安慰你啊 小阳有时候也会哭 卢老师就会蹲下来抱抱他 或者摸摸他的头 那天他有这样做吗 月月 你说有大人摸了你 能告诉卢老师那个大人是谁吗 那个人是不是卢老师 你这孩子你说话呀 秦威一个劲地往卢川身上引导 而月月不肯说就一直哭 让卢川和周楠楠都有些无奈 两人只好先离开月月家 元庆这天 周楠楠给月月临时的时候 告诉月月 因为卢老师欺负了他 所以幼儿园不让卢老师上班了 月月这才说出了真话 月月老师没有欺负我 那那天为什么月月见到卢老师 哭得那么伤心啊 肯定是因为害怕卢老师 妈妈一直问我 我才害怕 我是卢老师 月月不想说没关系 那咱们以后再也不要 见到这个坏人好不好 不行的 妈妈说我要对他有礼貌 要听他的话 那是因为妈妈还不知道 他是个坏人了 妈妈为什么你听我的话 因为妈妈也要求他帮忙 他不高兴 我就不能上学 秦薇这才回想起哪天 月月看表哥的表情不太对 于是周楠楠当晚 就帮月月和秦薇报了仇 假装撞在表哥身上 然后说表哥非礼了他 对表哥一顿拳打脚踢 一直闹到了公安局 不过小区里有监控 能看出周楠楠是故意撞在表哥身上 秦薇最后跟表哥摊了牌 周楠楠才对于跟表哥和解 没受到处罚 原庆的日子到了 何小涵把一切布置得十分出彩 他极力在苏清面前表现自己 苏清无奈 只好顺口夸赞了何小涵几句 何小涵从朱露西口中得知 家长代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见校长 他认为这对悠悠直升圣远小学 一定会有很大帮助 然而伊沙贝尔十分优秀 悠悠此时却跟着其他小孩追逐打闹 于是他把悠悠单独叫走 让他好好准备 到了集体做蛋糕的环节 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做的蛋糕 马上就要放入烤箱烘烤 然而由朱露西负责采买的蛋糕托 却不见了 何小涵让朱露西先解决眼下的事情 朱露西只好出去重新买蛋糕托 而朱楠楠对蛋糕材料比较熟悉 于是主动陪着他一起去 等到圣远小学的校长来到幼儿园时 本来有两位家长代表 带着孩子跟校长见面 现在就只剩下何小涵带着悠悠了 但到了接待时 悠悠见到小伙伴们都在外面玩 也表现得十分不老实 而何小涵却一直不停地在校长面前夸奖悠悠 何小涵有些尴尬 于是园长询问何小涵对学校的制度有什么意见 何小涵却直直乌什么也说不出来 园长只好叫来了苏青 因为去年他提出的好几个建议都被学校惨烂了 苏青这次又提出了取消分班制 令校长十分感兴趣 这是我们小兔班的教委会会长 也是一位咨询的律师 他的孩子非常优秀 哪里 按说分班对他们来说是个优势 能提出这种建议是非常的客观和中肯的 我回去会组织老师们讨论的 自己夸自己的孩子谁都会 但由园长亲自称赞 校长的印象才会更加深刻 何小涵的表情变得更加尴尬 周楠楠陪着朱露西走了好几个地方 才买到合适的蛋糕托 回来时正好赶上蛋糕的烘烤 而何小涵和苏青出去后 忍不住开始言语讥讽 我劳心劳力 忙前忙后的 到最后 还不如你关键时刻出来 抢着说上几句话 别人这样辛辛苦苦做事 你就这样出来抢勾 这不好吧 本来这件事情我不想说 说出来大家很尴尬 我看见你拿走的蛋糕托 支走露西单独见校长 这样做不好吧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你就应该来揭发我 你看到了又不说 你就是为了让我难看吗 这可是我从悠悠妈妈 准备照片的经验里学来的 周楠楠和朱露西 刚好听到了她俩的对话 周楠楠这才知道 原来她修好的照片 被删也是何小涵搞的鬼 朱露西也对何小涵十分不信 见到校长 就能直升上缘吗 耍那么多把戏 费尽心机 却没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何小涵觉得十分丢脸 于是提前带着 还没完够的悠悠回家了 结果在路上她有些走神 手中的包不小心 被人碰到了地上 包里藏着的蛋糕托也掉了出来 悠悠看到急忙询问妈妈 这是他们的蛋糕托吗 何小涵拿着蛋糕托 没忍住哭了起来 只为了那一点点的利益 却处处算计别人 丧失了自己的人格 由于一个人带着孩子 生活太累 于是周楠楠被妈妈逼着去相亲 但周楠楠根本不想相亲 已听说对方有几百万的动签款 她一番忽悠下 直接把相亲对象变成了客户 第二天拉到她所在的银行 做了大额存款 虽然之前唯一的客户经理名额 吴主管已经给了小陈 但由于另一个客户经理即将待产 所以吴主管让周楠楠 先暂时接管她的业务 让周楠楠惊喜万分 周楠楠做柜员的时候 也积累了很多客户 所以做起客户经理来 也是得心应手 这天小陈将自己整理的报表 表扬周楠楠给客户做的计划书不错 明天可以跟她一起区见这个大客户 紧接着周楠楠又向吴主管汇报 新科传媒的陆总 她一直通过电话沟通 下午就可以过去签合同 令小陈有些嫉妒 然而在周楠楠去找陆总签约的时候 却被告知已经有人来过了 陆总监 这是银行的客户经理 他说和你有约 客户经理 对啊 昨天我们通过电话的 约赛了今天下午的五点钟 刚才看您在忙就没打扰您 不是已经见着了吗 啊 下午三点 我们就和你们银行的人 见面聊过了呀 怎么又来一个人 是你们自己安排工作重复了吧 周楠楠急忙给吴主管打了电话 问这家客户 还有没有其他客户经理在跟进 吴主管表示这个客户 小陈之前也在跟 而且刚刚她已经把合同拿回银行了 周楠楠这才知道自己被敲单了 几天后她在另一个客户那里 又得到了同样的答复 于是她回到银行 主动跟小陈挑明 而此时小陈正因为最近频繁出单 被众人围着求她传授新的 你应该知道 这家客户的合同我已经谈了很久 你说什么 上次新科的单子也是这样 明明是我的客户 你却骗客户说是我让你去的 我大度放过你一次 你却还是不知道收敛 你以为这些事情就能瞒得住我 我想起你刚进银行的时候 犯了错就像现在这样 沉默不说话 跟个鸵鸟一样 小陈反驳周楠楠 这些客户都在公共资源名单上 谁抢到就算谁的 大家各凭本事罢了 然后就想离开作为脱身 却被周楠楠一把按下 你这不叫凭本事 你这叫不要脸 下次如果再让我听到 你凭空捏造这些谣言的话 我毫不留情练 周楠楠的质问 引来光位旁边众人的目光 也让小陈颜面尽失 然而一段时间后 上次跟周楠楠相亲的梁钞 再次约周楠楠出来 她向周楠楠表达歉意 说自己之前是真心想跟周楠楠处朋友的 却没想到成了周楠楠的客户 而现在她已经找到了一个女朋友 并且也是在银行工作的 所以她在银行的存款 可能要重新安排一下 周楠楠很大方地表示 自己并不介意 这人之常情 你能找到合适的姻缘 我特别为你高兴 梁钞 楠楠姐 我真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梁钞是你的客户 你不会怪我吧 没事 周小姐很爽快的 茶 你帮我买杯热美式呗 你给楠楠姐买一杯 不用了 白天绿茶喝多了 反胃 梁钞去买咖啡的功夫 小陈又坐下气周楠楠 说假如当初周楠楠跟梁钞在一起 这个客户她就抢不到了 但周楠楠嘲笑小陈 现在为了跟她抢客户 都可以狠到出卖自己了 不知道她会如何收场 不一会梁钞买来了咖啡 周楠楠觉得小陈很卑鄙 于是急忙给他们让位置 二位真单配 祝你们两个人感情幸福 长长久久 再见 梁钞还在那站在原地傻笑 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其实她的心里也有些打鼓 也担心小陈是为了她的存款 才主动找上她的 楠楠姐 刚好 我带梁钞来签约 梁钞本来是周楠楠的相亲对象 被周楠楠发展成了客户 而小陈得知她有笔高额存款订单后 主动跟梁钞交往 而且还到银行当着周楠楠的面 重新签了约 然而梁钞在外面等小陈时 周楠楠刚好路过 梁钞还傻乎乎的问周楠楠 周小姐 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小陈对我是真心的吗 我怕她是为了业务才 你们两个自己训练的事 你得自己判断 你们聊什么呢 见小陈过来 梁钞赶紧岔开话题 说自己刚才在向周楠楠表达歉意 因为之前答应周楠楠的单子没牵扯 小陈却表示 要是没有梁钞 周楠楠还做不成客户经理呢 而且还当着梁钞的面 大声诋毁周楠楠的名声 不过楠楠姐 就为了业务丢了底线 这不大好吧 毕竟她是我男朋友啊 你突然联系人家 说要帮帮理财 我多尴尬呀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以后就不要这么做了 好吧 你给我站住 三番五四的钱我客户就算了 今天还要往我身上扣事盆算 那我就问你了 梁钞这么一个没有结过婚的 为什么偏偏要跟你这么一个单亲妈妈相亲呢 钞 你告诉我 谁先认识你的 当然是你啊 这梁钞也是傻到冒泡了 还看不清扎你的真面目 这时候吴主管过来劝阻 两人才停止争吵 周楠楠再次警告小陈后转身离开 而小陈也丝毫不服了 自此之后小陈更是变本加厉的 从周楠楠手中抢客户 周楠楠这天在窗户旁边打电话时 小陈又凑了过去 周楠楠假装要给客户唐经理寄一些礼品 于是跟快递人说出了唐经理的电话号码 小陈听到后迅速的记响 然后躲到没人的角落 给唐经理发了信息 唐经理让他加自己的微信 小陈还给唐经理发了一张自己美美的工作照 这是我的公牌 以后你教我小陈就好了 这天周楠楠当着小陈的面 问同事去四季酒店的路堵不懂 并表示自己一会要去四季酒店 跟唐经理见面 小陈听到后 立刻又开始了破坏行动 小陈立刻赶去四季酒店 打扮得美美的等着唐经理 可惜唐经理没来 来的却是唐经理的妻子 唐太太把一杯冷水泼在小陈的脸上 并且狠狠地训斥小陈 唐浩是我老公 你之前加的那个微信是我的 我是她太太 我警告你 以后别再骚扰她 离她远点 唐太太教训完小陈后愤怒离开 这时周楠楠也出现在小陈面前 其实这一切都在周楠楠的掌控之中 她看透了小陈为了抢客户不择手段 周楠楠问小陈 如果这件事情被正在跟她谈恋爱的梁超知道 应该会怎么想 小陈却说自己什么也没做 即使周楠楠告诉梁超也没有证据 周楠楠一把抢过小陈手里的茶叶礼品 翻出里面藏着的名片 周楠楠给不择手段的小陈上了一课 但从此也种下了她更加仇恨的种子 小陈听说银行来了个大客户 所以她故意守在接待什么 想跟客户撞个满怀 制造进一步接触的机会 却没想到这个客户根本不吃她这一套 见机策失败 于是第二天小陈主动拿着礼物 来到吴主管的办公室 求吴主管把大客户给她对接 但吴主管却表示 这个客户是周楠楠的 而且是客户主动指定了周楠楠 小陈不愿意相信 因为周楠楠处理家里的事情 已经连续请了很多添奖 客户连她的面都没见过 她觉得可能是吴主管在偏袒周楠楠 于是跟吴主管说了很多周楠楠的坏话 令吴主管有些不满 你是不是对这个周楠楠有什么意见啊 你进银行 人家手把手交的 你为什么老是刁断她呢 这正常业务竞争 我说小陈 你对这个正常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行里很多客户经理向我投诉 说你用非常手段抢客户 还有很多客户呢 对你的工作方式也很不满意 吴主管警告了小陈 劝他收敛一信 而且他已经把同事们和客户的这些投诉 都上报给领导了 吴主管还让小陈把礼物拿回去 小陈只好回头土脸的离开吴主管办公室 但出门之前 他故意把自己的上衣 从工作群中拽出来 伪装成衣装部长的样子 出门时还特地看了一眼门口的摄像头 而这一幕也刚好被周楠楠看到 周楠楠进入办公室提醒吴主管 刚才小陈出去时的模样有点古怪 但吴主管却没当回事 几天后行长把吴主管和小陈都叫到了办公室 本来被投诉恶意竞争的小陈 姚慎一变成了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 他污蔑吴主管那天欺负了他 并找出当天他衣衫部长 从办公室出来的监控录像 令吴主管有口难辨 周楠楠得知情况后 立刻站出来替吴主管作证 向行长说明当天他的所见所闻 然而小陈却说 吴主管和周楠楠一直关系紧密 吴主管处处都关照你 这个汉里有眼睛的人都知道你们俩关系不正常 会替他作伪证 也是应该的 吴主管被行长暂时停职 等事情查清后再来上班 周楠楠很感激吴主管一直以来的照顾 见到他蒙兽冤屈十分余心不忍 于是决定帮吴主管翻了 既然他这么喜欢演戏 陪他演一场 第二天周楠楠在洗手间偶遇小陈 在确定洗手间里没有其他人后 他偷偷关上洗手间的门 然后上前抢下小陈的口红 在镜子上面一顿乱涂乱画 如此操作也让小陈有些慌了 原来抢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是这种感觉啊 你是不是真的觉得 没有人能吃的两面 周楠楠疯狂往外跑 小陈不知所措也追了出去 外面所有人都围了过来 连人一追一赶 同样也被门口的监控录了下来 行长也是无奈 天天还得腾出时间 解决这些事情 行长 你不能像无助管那样 只听周楠楠一面之词 那你这么说 非要大家看到一个 你打我的完整过程 这才算是证据吗 当然 你说的对 行长 无助管办公室那天 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跟我和小陈 今天的事是一样的 大家只看到了一部分 凭小陈的一面之词 无助管性骚扰的指控 就能成立吗 行长其实此时 对事情已经有了判断 而且周楠楠和无助管 那天陈说的那种经过 基本上是一致的 小陈又污蔑无助管 和周楠楠之间有私情 所以无助管 才把大客户给周楠楠 这时无助管 请来了那个大客户 过来向大家证明 是客户主动指定 让周楠楠负责 她的业务的 而这个大客户进来后 也让周楠楠大吃一惊 因为她就是 周楠楠的亲生父亲 也是周楠楠的 前男友杨叔 楠楠 好久不见 你没认识 对 老朋友了 小陈的谎言不攻自破 而她也因为 之前的种种恶行 被行长辞退 搬着自己的个人物品 灰溜溜地离开了银行 楠总和楠楠是朋友 不只是朋友 还认识很长时间 也很久没有见过了 谢谢楠总 今天出面帮我们解决问题 但是贵公司的业务太复杂了 我才刚刚转港客户经理没多久 恐怕难以胜任 周楠楠的前男友 以及周小楠的亲生父亲杨硕 在出国六年后 回来时却摇身一变成了 跨国公司总经理 并且还成了周楠楠银行的重要客户 指定让周楠楠替他办理业务 但周楠楠不想和楠硕走得太紧 所以拒绝负责他们的业务 而临走时杨硕一个眼神 吴主管瞬间心领神会 在吴主管的助攻下 周楠楠不得不跟杨硕出去单独做作 杨硕对周楠楠仍旧十分主动热情 然而周楠楠却表现得很冷淡 回忆起两人的从前也是十分幸福的 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然而杨硕在向周楠楠求婚后 却提出自己要去加拿大留学 并想让周楠楠过去陪读 但周楠楠不想放弃这边的生活 也不能把母亲一个人扔下不管 于是拒绝了跟杨硕一起出国 还把戒指还给了杨硕 但当他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 想要挽留杨硕时 却发现杨硕已经删除了他的好友 于是周楠楠取追杨硕 刚好看见杨硕跟另外一个女生 一起上了出租车 有些精神恍惚的周楠楠回去时 还不小心被摩托车撞了 不过孩子的生命力很顽强 于是周楠楠决定 无论如何都要留下这个孩子 所以和杨硕重逢 周楠楠不想和他再有任何瓜葛 更不想提起他俩之间 还有个孩子的事情 我这个人没那么高的情商 不喜欢旧情人见面 还是老朋友那一头 我们还是互不打扰各三好吧 你就没别的想跟我说的吧 没有 周楠楠找借口先行离开 杨硕打开手机的屏保 上面赫然出现周小楠的照片 原来他已经知道了 周小楠的存在 第二天杨硕又来到银行找周楠楠 但周楠楠听说他要来 立刻又出去见其他客户 吴主管拼命拦枕 怕周楠楠得罪金主爸爸 杨硕这么早就到了 我怕我再不来 客户金明就跑 你太会开玩笑了 怎么可能呢 楠楠已经开始准备合同了 吴主管我很忙的 你能不能给你这位大客户 换另外一个客户金领 太开玩笑 周小姐要是不愿意的话 没关系就换人 正好有别的银行找我接抢 不可能绝对愿意 杨硕的话震惊了现场所有人 周楠楠只好留下来 陪他把话聊完 杨硕埋怨周楠楠生孩子 没告诉他 让别人都觉得 他是一个抛弃弃子的渣男 但周楠楠却表示 他生这个孩子只是为了自己 因为他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跟谁是孩子的爸爸完全无关 说完周楠楠又把杨硕一个人 晾在了银行 杨硕找到周楠楠母亲的邻居张叔 张叔给杨硕讲了这些年 周楠楠独自带孩子的不容易 然后带杨硕进幼儿园 见了周小楠 周楠楠一直骗周小楠说 他的爸爸是超级英雄 在国外执行肉 而周小楠也一直都很羡慕 其他小朋友有爸爸在身边陪伴 杨硕问周小楠刚才 为什么一个人在哪发呆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发呆啊 他们都在说明天去游乐园 要跟爸爸一起玩什么 但是我不知道我爸爸能不能来 小楠你想爸爸来吗 爸爸不来我就要被其他小朋友笑 那我的妈妈是不是要被其他妈妈笑 我不想妈妈不开心 爸爸来了就能保护我们了 短暂的温馨后周小楠被老师叫走 杨硕感觉这些年自己很对不起周小楠 于是又主动找到周楠楠 希望自己能跟周小楠相认 并且尽到做爸爸的责任 如果小楠需要一个父亲的话 我就在这里 虽然我已经错过了两年 但是我愿意试一试 我不想让小楠见到你 小楠也这么想 如果他知道我的存在 他不想见见我 不想 杨硕想要弥补周小楠 但周楠楠却告诉杨硕 他不想让儿子再见到他 虽然他也知道周小楠很希望有个爸爸 但他害怕杨硕把儿子从自己身边抢走 在幼儿园的活动日上 卢川穿上一身超级英雄的衣服 假装成周小楠的爸爸 让周小楠十分开心 因为周楠楠骗周小楠 他的爸爸是超级英雄 然而当卢川摘下头盔时 看到是卢川假扮的 又让周小楠有些失落 小楠 你真的很想要爸爸吗 你是想爸爸 还是因为其他小朋友说 你没有爸爸呢 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 可是别的小朋友 都没有这么优秀又美丽的妈妈呀 小楠 你要是老想着自己没有的 你会不快乐 妈妈 小楠很听卢川的话 他很懂事的并紧紧地抱着妈妈 然而活动结束时 杨硕突然出现 他还当着所有家长和孩子的面 自我介绍说 他是周小楠的爸爸 抱歉自己来晚了 并表示自己是来接周楠楠和周小楠的 杨硕示意周楠楠也一起上车 周楠楠只好跟卢川告别 和杨硕先行离开 令卢川不免有些失落 周小楠完了一天 在车上睡着了 周楠楠想让杨硕把自己放在地铁口 然后他带着孩子坐地铁回家 并表示刚才 他只是不想让场面太尴尬 所以才上了车 杨硕便解到自己 只是想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而并非从周楠楠身边抢走儿子 这时周小楠醒了 于是三人一起下门车 杨硕问周小楠想不想拥有自己的爸爸 但周小楠仍然天真的以为 他的爸爸是超级英雄 正忙着拯救世界 爸爸最近呢 也不拯救世界了 只想做小楠的爸爸 只要小楠想爸爸了 爸爸就能出现 怎么了 你不喜欢爸爸 不是不喜欢 不是 我跟你不熟呀 妈妈说 他已经跟你分开了 而且 我老实说 要珍惜自己都有的 就是我妈妈 周小楠说可以让杨硕当自己的爸爸 但前提是要保护他的妈妈 于是杨硕向母子俩承认 他不会让周楠楠失去周小楠 而且今后他一定会保护他们 杨硕把他们送回了住处 并且给周小楠准备了一号备箱的玩具当作礼物 但周小楠只在其中挑选了一个手下 我第一收到爸爸的礼物 我要拿给小楠他们看 收到别人的礼物要说什么 谢谢爸爸 小楠 爸爸送你回家好不好 好 我们住 702 不用了 就送到这吧 由于周楠楠的房子 被母亲抵押给了黑中锦 所以他们只能暂时租住在卢川家 而这段日子 其实周楠楠和卢川的感情也逐渐升温 回到卢川家 周小楠讲了自己见到爸爸的事情 他很开心自己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拥有爸爸 而且还想邀请爸爸来他这里吃饭 令卢川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晚上卢川给周楠楠和周小楠各煮了一碗面 卢川这明显是吃错 第二天杨树自作主张地来幼儿园接周小楠放学 但卢川却说什么 也不肯把孩子交给他 坚持要得到周楠楠的确认 还被杨树说成是不同人情 然而周楠楠来了以后 立刻给了杨树警告 不准许他再不请自来 杨树在朋友公司的宴会上 品尝了一口周楠楠亲手做的蛋糕 感觉和当年的味道一样 于是一股想要旧情复然的情绪上头 催使他一路开车 来到周小楠之前所说的住处 而此时周楠楠正坐公交回家 所以给杨树开门的人是卢川 令杨树粗意大方 以为周楠楠和卢川已经在一起了 周小楠告诉杨树 其实他们之前住在隔壁 但是房子被别人骗走了 所以才租住在卢老师家 卢川一听露响 赶紧让周小楠回去洗漱 两人争风吃醋都想证明自己 跟周楠楠的关系更加亲密 晚上周楠楠回到家 周小楠提起爸爸刚才来过的事情 让周楠楠有些尴尬 他不由自主地急忙向卢川解释 周楠楠看出卢川这是在吃醋 于是忍不住笑了 然而第二天他接周小楠放学时 杨树又再次出现在幼儿园门口 周楠楠本来说 自己要带周小楠回家学习 但周小楠却恳求周楠楠 想跟爸爸多带一会 周楠楠只好同意 杨树带他俩开车兜风 去了他们的大学校园 然后又带他们去了餐厅 而这家餐厅 正是六年前杨树向周楠楠求婚的地方 故地重游 杨树提出他想要跟周楠楠重新在一起 弥补当初的遗憾 但周楠楠却觉得 他们现在各自安好 就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奶奶 你这几年成熟了 越来越有魅力 我们两个人 能不能不带任何偏见的 重新认识一下彼此 爸爸妈妈 你们都说什么 小楠 一直跟爸爸在一起好不好 好 杨树 我是认真的 周楠楠不想让杨树通过儿子 左右自己的想法 于是故意让周小楠 去找服务员要温水 然后明确告诉杨树 他俩是回不去的 你无视我的态度 甚至用小楠来给我施压 这种霸道总裁的做法 只有那些小姑娘才会喜欢 在我看来 你跟从前还是一模一样 那么的自我 这不是浪漫 准确地说 这叫自私 自从你回来之后 小楠没有了对爸爸的执念 这点我从心里特别感激你 毕竟你没有这个义务 但是杨树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杨树送他们回住处 他表示自己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并且继续不依不饶地说着 这时在楼下一边遛狗一边 等周楠楠的卢川 走过来打断杨树 并假装邀请他到家里聊 杨树这才罢休 到家后周楠楠得知卢川晚上没吃饭 于是主动给他做晚餐 今天又不是接小楠的日子 前男友去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杨树的出现 反倒让卢川和周楠楠之间的感情更加明确了 然而想让杨树放弃追回周楠楠 也是很难的 第二天杨树就买给周楠楠一大束鲜花 不过周楠楠却一朵不留 全都送给了同事们 杨树 我今天没带助理 没问题啊 那就周楠楠 去把周楠楠叫我 好的 杨树继续他的追期计划 一大早上就安排给周楠楠送去一大束鲜花 结果被周楠楠全分给了同事们 之后杨树又来周楠楠的公司开会 并指明让周楠楠给他当助理 杨树是这家公司的大客户 而公司领导也是杨树的朋友 他立刻心领神会 把对接工作权交给周楠楠负责 周楠楠有些困扰 却对杨树无能为力 下班后周楠楠取接周小楠 杨树又拿着公司的文件过来找他 并表示这些工作今天晚上必须完成 我今天晚上可以加个班 要不这样吧 我陪你一块做 这个项目很重要 你算我帮你扑合 不要笑你吧 那咱们在附近找个咖啡厅吧 咱们俩能好 你让小楠怎么办 想不想去爸爸加班日期接 想 别误会啊 在这工作 周楠楠无奈 只好给卢川发了信息 告诉他今天晚上加班 会晚一点回家 于是周楠楠在杨树家修改数据 杨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帮他核对 等他们处理完工作 周小楠已经困得在沙发上睡着了 周楠楠想要叫醒周小楠 却被杨树拦住 要不今晚别走 我这里没点客房 就睡这儿吧 不用了 我们打车回去 这是我坚持 第一 现在时间太晚 第二 我不放心 你跟小楠单独回去 太危险了 周楠楠只好再次妥协 而他有些疲惫去卫生间洗脸时 这是卢川给周楠楠打来的电话 杨树看到来电闲事 直接接通了电话 喂 卢老师吧 我是杨树 你找楠楠吧 楠楠跟小楠在我这儿 小楠她睡着了 卢川一句话没说 有些失落地挂断电话 第二天周楠楠把工作报表上交 得到了公司领导的夸奖 并且还给他额外发了一笔奖金 杨树发来信息邀功 还让周楠楠请他吃饭 但周楠楠却给他发了红包 让他自己去吃 杨树单独约出了卢川 他听说周楠楠一直英文 周楠楠又生小的事情担忧 而他买的是学区房 可以解决周楠楠的困扰 向周楠楠带着周楠楠 从卢川家搬出来 卢川不愿意套路 任何关于周楠楠又生小的事情 于是杨树拿自己和周楠楠的过往 刺激卢川 他这么一个要强的女人 最后为什么能妥协 把孩子生下来 还取名叫小楠 看来你也不是很了解他 小楠的事情就不让你费心了 我会和楠楠姐姐 谢谢你对他们母子的照顾 卢川十分忧郁 杨树和周楠楠的过往 还是让他感到了一丝危机 而周楠楠此时接到了同事打来的电话 问他要不要住公司提供的员工公寓 每个月只需要自己交很少的费用 周楠楠觉得一直这样打扰卢川也不太好 于是决定搬出去 而卢川见到周楠楠收拾好了行李 以为他要搬到杨树的房子里去住 也有些生气 看来我真的不是很了解你 周楠楠也以为 卢川是真的讨厌自己 于是准备第二天就搬家 然而他到公司却听到了同事们对他的议论 干同样的活 周楠楠拿的却是双倍工资 而且员工公寓也是杨树给偷偷补贴的 周楠楠听到后立刻决定辞职 并跟同事交接了工作 然后去找杨树 他把杨树补贴的工资如数归还 并且再次重申 他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杨树你没变过 你从来都是一个觉得全世界都应该围着你转 我也应该围着你转的人 可是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有自己想到的生 我们不合适 我们可以慢慢来 至少我是小楠的生父对吧 如果你真的还在意这一对 就请收起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也别再这样做 这一次杨树算是彻底对周楠楠死心了 但是对于儿子周楠楠的争夺 他还没有放弃 然而周楠楠在卢川家也不能住了 他准备拎着行李要走 卢川却突然回来拦住了他 并且开始表白 卢川终于还是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而他们的拥抱也正好被周楠楠看到 不过他以为卢老师只是在安慰妈 杨树 你让小楠准备那些英文面试题到底要干什么 我以小楠安排了国外小学的视频面试 北京时间零下两天 你到底还有没有完啊 你只想把小楠从我身边抢走是吧 杨树见无法让周楠楠回心转意 于是打起了要把周楠楠带到国外的主意 他替周楠楠联系了国外的小学 不过被周楠楠提前发现并质问 杨树跟周楠楠解释 他只是想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我最讨厌的就是天天打着这种以孩子的名义 指挥这指挥哪一副宣誓主权的样子 有件事你可能不清楚 我也有权利申请孩子的抚养权 你什么意思啊 难道你还想跟我争抚养权 如果你还这么一步行 我都排除这种可能性 让人不欢而散 周楠楠赶紧找到苏清咨询 苏清告诉周楠楠 母亲的抚养权是受法律优先保护的 但现在周楠楠面临的问题是 她的房子被人骗走了 而且她现在没有工作 也就是她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虽然周楠楠已经开始跟卢川 筹划着开一家蛋糕店 但是目前他们的蛋糕店仍然在装修中 你的蛋糕店得把上开起来 母亲有稳定的收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管轻易妥协的 于是周楠楠不惜加钱赶工期 想让蛋糕店早日完工 然而却突然接到房东的电话 理直气壮的告诉她 门店她不愿意租了 周楠楠又拿着刚签完一年的租赁合同去找苏清 苏清看过合同后表示合同没有任何纰漏 只要周楠楠打官司就肯定会赢 而周楠楠察觉出房东如此费力不讨好 她的背后肯定是杨硕在搞鬼 苏清得知后也帮她分析 法院会从孩子的利益最大化出发 如果按照正常情况 她抢不过你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她让我做不成生意了 就能抢走小杨 经济条件会影响孩子的归属权 如果失业经济状况不稳定 那肯定会有影响 可是我有钱啊 我有后续的赔偿房款 我还有电 是需要时间的 电你毕竟没有开起来 所以目前来看 你就是事业状态 苏清帮着周楠楠权衡利弊 但她不知道的是 帮杨硕初次阴照的人 正是她的老公李大律师 她也为杨硕做了分析 孩子从出生就一直由周楠楠抚养 而杨硕没有尽过任何做父亲的责任 所以想要赢得孩子的抚养权 就只能从周楠楠的工作收入 和经济条件上入手 双方都带着律师见面谈判 杨硕拿出了周小杨 在国外小学的录取通知书 并表示周小杨也很想去国外读书 而李大律师提出 周楠楠没有证据 证明她的店铺 是在杨硕的干扰下没开起来的 但杨硕却有证据证明 她没有稳定的收入 苏清也不甘示弱地质问杨硕 杨硕表示她知道 虽然周楠楠很想做一个合格的母亲 但在实际上周楠楠还有很大的差距 而此时李大律师拿出了强有力的证明 周楠楠没想到杨硕会找到这些资料 最后双方没有谈论 所以只能法庭上架 但没开庭之前 学校的摇号就开始了 而周小楠在小水滴又生小的摇号 结果没有被摇上 周楠楠十分失落 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同时她也查了杨硕给周小楠申报的那个国外学校 真的特别好 于是她做出了放手的决定 走吧 想跟我聊小楠的什么事 私下和解 抚养权归我 我让你带小楠出国 你想明白了 这是我们之间的最优解 我确实想了很久 你带小楠出国 无非就是想给他找个更好的学校 而我也只是想让他留在我身边 由于小水滴又生小的摇号没能摇上 于是周楠楠找到杨硕说希望和解 同意周小楠跟杨硕出国 但自己要保留孩子的抚养权 不过杨硕争取抚养权的目的并不在于此 而是想让周楠楠回到他身边 想要跟我去 你跟我去吗 不陪在他身边 要抚养权有什么用 两年 你给我两年时间 如果我的店能够开起来经营顺利的话 我只需要两年时间 就有足够的收入 靠自己去国外 陪小楠读完小学 计划好了 不陪在他身边 要抚养权有什么用啊 回到家周楠楠看到周楠楠 真认真的对着镜子 用英文自我介绍 看来他是真的很喜欢去国外的学校 然而晚上当周楠楠得知 周楠楠不会陪他去国外时 瞬间有些失望 他以为妈妈只是因为不回英文 所以才不陪他去 于是第二天周楠楠找卢川做了一些 关于蛋糕店的英文卡片 希望妈妈可以照着卡片去学习 周楠楠看到后继有些感动 又有些心酸 怎么了妈妈不喜欢吗 妈妈喜欢 那我明天再画些新的卡片 小楠去国外 妈妈不去的 只有你跟妈妈去 当确实妈妈不会陪他一起去国外后 周楠楠非常伤心 他怕妈妈不要他了 甚至都不愿意让妈妈出门了 杨硕得到消息后 赶紧赶了过来 让人一起安慰 周楠楠才肯让周楠楠出门 杨硕建议周楠楠 这段时间学会放手 让他来照顾周楠楠 好让周楠楠习惯 没有周楠楠陪伴的日子 于是放学后 留在杨硕家里过夜 虽然刚开始周楠半夜醒来 还是会找妈妈 但一段时间后 他也开始习惯 杨硕带周楠楠去不口语的路上 周楠楠朝着来蛋糕店 见周楠楠 并希望让卢川帮他补习 然而在周楠楠的坚持下 周楠楠还是被杨硕带去了补课班 周楠楠等儿子离开后 也伤心的一下子扑到卢川怀里 其实他也很舍不得周楠楠 周楠楠和卢川默默的 给周楠楠准备了很多东西 但杨硕表示可能带不走那么多 于是周楠楠让杨硕只带走 他们当初一起做的手工玩具 周楠楠最后恳请杨硕晚一点离开 让周楠楠参加半个月以后的 第一外国语学校面试 这也是让周楠楠 留在国内上学的最后机会 但杨硕却表示 跟国外小学的时间有冲突 周楠楠伤心的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周楠楠只能站在门口嘱咐她很多话 然后也落寞的离开了杨硕家 第二天周楠楠恳求卢川带她去个地方 没想到周楠楠是想要去面试 昨天妈妈说的那个学校 周楠楠见到老师后 迫切的主动介绍自己 然而老师告诉周楠楠 正是面试是在半个月以后 周楠楠难过的跟老师说 如果他不能参加面试 自己就要去国外了 而他不想和妈妈分开 周楠楠和杨硕也闻讯赶来 杨硕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到了分别的日子 周楠楠想去送别他们 却发现杨硕已经提前带孩子离开了 一番疯狂的寻找后 得知他们在攀岩馆 杨硕告诉周楠楠 他决定不带周楠走了 昨天在第一外国小学门口 我看到他拼命的求老师给他面试 我就知道 这孩子根本离不开你 杨硕向周楠楠道歉 他知道自己找律师打官司 以及破坏周楠楠开店有些过分 而周楠楠也失怀了 他和周小楠一起送走了杨硕 杨硕虽然也有些不舍 但还是希望儿子能够开心快乐 之后周楠楠和卢川 带着周小楠一起生活 周小楠顺利的通过了 第一外国与学校的面试 而卢川也自制了一张 幼儿园毕业证书送给周楠楠 恭喜他步入人生的新篇章 两人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这女孩子家家为什么要踢足球啊 弄得一身的泥 这女孩子都应该像爸爸 你说她像谁 哎呀 杨柴告诉外婆 你像谁 外婆大家都说我像妈妈 对对呀 因为妈妈是博士 何小涵的大姑姐回家 让每次都考第一名的儿子 给田思阳和婆婆 表演一问演讲 得到婆婆不停的夸赞 而何小涵这时却带着踢球 踢了一身你的悠悠回来 被婆婆一顿含沙士颖的指责 说悠悠被教育的没有个女孩呀 天天就知道踢足球 并很骄傲的自夸她的两个孩子 田思阳和姐姐都是高材生 而家里只有何小涵没有什么学历 何小涵一回来就遭到婆婆不停的抱怨 于是只好带着悠悠赶紧上楼洗漱 那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婆婆十分重男轻女 但偏偏悠悠是个女孩 可能这也是她看不上何小涵的一个原因吧 而何小涵在家里整天被骂也不敢作声 到这儿如沐染的悠悠 也开始对妈妈有些瞧不起了 妈妈 场景录怎么读啊 这个妈妈不会啊 妈妈什么都不会 不像姑姑 人家是博士 什么都会 户外教学 让爸爸陪我去 但是妈妈是家长代表呀 你去 会丢脸呢 何小涵有些心酸 第二天的户外教学 她只好让田思阳也跟着一起参加 然而在活动中途 悠悠又拿了一个目光 问何小涵一问怎么腻 妈妈不会 It's Papa呀 妈妈什么都不会 你想要妈妈都比你厉害 你看HK不 今天要 只要爸爸陪我玩 不要和妈妈在一起 然而田思阳只知道玩手机 连悠悠和周晓阳一起跑演了都不知道 结果悠悠掉进坑里 腿上有些擦伤 回来后众人一起带她去医院检查 婆婆得知后来到医院 对着何小涵就是一顿责骂 坐在一旁的周南南也看在眼里 你说你也真是的 人家虽然已经工作够忙的吧 院里面那么多的事情 幼儿园里的事情 你还去让她过来干什么呢 老何 我去打门诊啊 好好好 你们等我啊 我来处理 你说你又不上班 一个人管一个孩子都管不好 都能摔成热影 为什么 我弄不懂啊 小姑娘 你说你弄成什么样 你面不是摔 你说就是在哪儿 何小涵被婆婆训斥的一生都不敢言语 周南南有些听不下去了 于是主动走过去替何小涵辩解 这孩子能够成为什么样子 绝对不是有母亲一个人都说了算的 要不这父亲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爸爸能够赚钱养家当然好 可是他同样应该帮着妻子 分担教育的义务 你说是吧 谁知这婆婆根本就不是讲理的人 直接问悠悠 是不是被周小阳推到坑里去的 令周南南有些无语 何小涵见状 赶紧带着孩子和婆婆离开医院 周南南和卢川都感到十分意外 平时在幼儿园 多多逼人盛气凌人的何小涵 在婆婆面前却低三下四 连个保姆都不如 从这以后 为了不惹婆婆生气 何小涵更是连足球都不敢让悠悠贴了 幼儿园举行的足球比赛 悠悠也只能在一旁看见 看到同伴们都在愉快地玩耍 于是悠悠跟妈妈赌气 不想跟妈妈回家了 悠悠 走了 你回家了 我不要回家 悠悠你别任性了 我就不要回家 我可以去小杨家 跟你说什么啊 这孩子闹点小脾气 你别跟他太认真了 这是我的家事 没用你管 我是不想管你的家事 可是他现在闹着要去我家 那他说不回家 我就真让他跟你回家吗 你怎么管孩子 这事我管不着 可是按你现在这个管法的话 也解决不了他想踢足球这件事情 何小涵不顾周南南的阻拦 硬拉着悠悠回家 但悠悠却哭闹着不肯跟他走 引来了其他家长的围观 周南南只好帮何小涵解围 解释说是两个孩子在一起没玩过 于是先把悠悠带到了自己家 悠悠跟周南南和卢川说 他不喜欢妈妈 因为他什么都不会 但是卢川却发现 悠悠的辫子说得很漂亮 还称赞悠悠在幼儿园盖的被子上面 妈妈绣的花是最漂亮的 周南南也安慰悠悠 妈妈其实教了他很多事情 不仅仅是关于学习方面 悠悠这才主动夸起了自己的妈妈 而卢川也在一旁 把这个美好瞬间录了下来 我想介绍一下我的妈妈 她的名字是何小涵 我的妈妈有一双很灵巧的手 她善良漂亮 我总是惹她双气 但她总是很有耐心 我非常非常爱我的妈妈 因为何小涵不让悠悠踢足球 悠悠闹脾气 不愿意跟何小涵回家 于是周南南主动把悠悠带回了家 而且在周南南和卢川的引导下 悠悠想起了妈妈对她的好 并且对着镜头主动介绍起了妈妈 晚上何小涵来接悠悠 她并不觉得周南南今天接走悠悠是在帮她 反倒是给她的教育增添了麻烦 悠悠妈妈 悠悠其实 你不用说了 我比你更了解悠悠 悠悠你先上车 悠悠的问题我自己会解决的 晚上悠悠睡着后 何小涵给悠悠盖好了被子 对睡着了的悠悠说起了心理话 她承认自己不够优秀 在做全职妈妈之前 也只是个没上过几天班的小护士 回到房间里 何小涵收到了周南南发来的视频 看着悠悠骄傲地介绍着她的妈妈 何小涵忍不住哭了下来 想不到已经没了自信的她 在女儿的心中还是很优秀的 是自己误会了女儿 也理解了女儿其实只是很喜欢踢足球而已 所以何小涵也决定支持悠悠取踢 即将举行的幼儿园足球比赛 然而在比赛的前一天 悠悠发现自己比赛要穿的球衣 以及所有的长裤子全都不见了 一问才知道是被奶奶给扔掉了 何小涵帮女儿求情 没想到也被婆婆训斥了一顿 伤心的悠悠更加觉得妈妈没用 还把妈妈赶了出去 第二天的幼儿园足球比赛 小朋友们都换上了运动服 只有悠悠穿着裙子坐在场边加油 她十分生气地撅着嘴 这时周南南过来找悠悠和何小涵 希望他们也一起参加 何小涵看出悠悠非常热爱踢足球 于是这次她决定不再耳落 悠悠妈妈去给你找套运动衣 我们一起去踢球 可是奶奶不让 这次妈妈说的算 真的吗 悠悠终于如愿地上场踢了比赛 而且何小涵也在球场上跟她并肩作战 虽然最终输了比赛 但悠悠还是十分开心 而比赛后悠悠也是第一次夸赞妈妈很厉害 得到悠悠的认可 何小涵也感到无比幸福 而从奶奶不让 到妈妈说了算 何小涵也算是只能起来了一回 妈妈突然向田思阳发出灵魂拷问 不过被田思阳巧妙化解 妈妈表示想让田思阳和何小涵 尽快计划生二胎的事情 重男轻女的她还是很期待能早点抱上孙子 她还给田思阳拟好了何小涵的排卵周期表 让田思阳暗表行事 令田思阳有些难为情 回到卧室 田思阳一边跟何小涵说起排卵周期表的事情 一边想跟何小涵亲戚 保姆敲门打断了他们 说田思阳的妈妈给她熬好了中药 让她下去后 田思阳急忙支走了保姆 说一会再下去 然而妈妈很快就拿着排卵周期表上来了 而且她还用钥匙自己开门进了屋 何小涵此时早已经没了心情 婆婆事事都要管 也让她难以忍受 第二天何小涵主动送田思阳去医院上班 还跟着一起来到了办公室 并且大先引擎把田思阳哄开心 然后提出想要离开婆婆家 一家三口搬到另外一处空着的房子去住 田思阳听后立刻灭了男色 当惯了妈宝男的田思阳 并不想搬出去 她觉得只要把妈妈手里的钥匙要回来 问题就解决了 于是她安抚了一下何小涵 晚上特地回家跟妈妈一顿甜言蜜语 并保证按照妈妈拟好的周期表行事 把妈妈哄得十分开心后 顺便提起了钥匙的事 妈妈很爽快地给田思阳取来了钥匙 然而田思阳拿到钥匙却立刻开溜 一桌子菜你不吃就走了 不是我今天晚上医院职业班 我必须得回去 你回来就是来拿钥匙的 我也想陪你 但是我得职业班 我走了 老婆说什么你就是什么对吧 你有没有点男人的样子你啊 职业班了啊 田思阳回到医院 拿起钥匙跟何小涵炫耀 并称赞母亲也是十分讲道理的 此时大姑姐的电话打了过来 说妈妈已经生气了 认为就是何小涵 唆使田思阳要的钥匙 让他们赶快回来解释 田思阳瞬间傻了瘾 得 惹后了吧 田医生有急诊 好 我马上就来啊 老婆 钥匙我拿来 事我也办完了 接下来怎么办呢 你来订 我去忙了 田思阳再次借着工作唯有隐身 让何小涵独自回家 面对婆婆和大姑姐 于是何小涵回家 又把钥匙还给婆婆 并索性直接摊牌说 她想和田思阳搬出去住 婆婆自然不同意 悠悠钥匙跟着他们搬出去住 以后更得随心所欲的踢足球了 大姑姐见状从中周旋 让妈妈把钥匙放心交给何小涵 同时也让何小涵给悠悠抱一个舞蹈班 这样就两拳棋没了 何小涵和婆婆都为了不让田思阳在中间为难 于是决定都各腿一步 听从了大姑姐的建议 站好 站好 我看看谁站不好 腰挺直 腰腰腰腰 老师 你看我像孔雀吗 我们现在跳的是小天鹅 不是孔雀啊 嘎 嘎 嘎 在何小涵大姑姐的建议下 何小涵带悠悠去参加了舞蹈班的试听课 但悠悠根本对舞蹈不感兴趣 所以一点也不配合 舞蹈老师帮悠悠压腿 她也连连喊疼 然后一直吵着要走 悠悠是不是不太喜欢跳舞啊 没有啊 她就是太好动了 安静不下来 我就是不喜欢 跳舞好无聊啊 妈妈 我们能不能学的别的呀 楼上有跆拳岛 感觉就很好玩 给悠悠换换衣服的时候 何小涵一直劝说悠悠 多学一门艺术对她没有坏处 更何况学舞蹈是姑姑和奶奶都支持的 如果她学不好舞蹈 回去奶奶会不高兴的 听了悠悠的话 何小涵有些心疼 女儿想学自己喜欢的事情都不可以 然而何小涵安慰悠悠的时候 楼上的几个学跆拳道的小男孩 刚好打打闹闹的进入了男厕所 悠悠看了若有所思 回到家里何小涵帮悠悠跟奶奶求情 想让悠悠抱一个跆拳道班 但奶奶却不同意 说跆拳道只有男孩子才可以学 悠悠偷偷地听道后 转身默默上了楼 第二天卢川经过卫生间的时候 有两个小男孩冲着她嬉笑着大喊 有个女孩进了男卫生间 结果不一会 悠悠从里面走了出来 于是卢川询问悠悠 是不是看错了门口的标牌 但悠悠很坦率地回答 她只是觉得做男孩比较好 然后就跑去跟一群小男孩踢足球群 卢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赶忙叫来了何小涵 建议让何小涵带悠悠去做个心理测评 如果悠悠对性别的认知是天生的 那我们就要帮助她认识并且接受自己 但如果是受到环境或者其他影响 希望你和孩子多沟通 那我知道了 回到家何小涵看到悠悠正学的爸爸刮胡子 并且让田四扬在她脸上涂满泡沫 何小涵看到后很生气 立刻制止了悠悠 第二天她带悠悠去看了心理医生 经过简单的测试后 医生诊断出悠悠确实有儿童性别认知障碍 并向何小涵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女童表现男性化 悠悠在持续地否定自己女孩的心理角色 觉得当个男孩比当女孩更好 这是一种心理问题 如果在幼年时对性别认知紊乱 就有可能形成极端性 也有可能影响长大以后的兴趣向 医生又帮何小涵分析了原因 孩子在这个阶段 特别需要家长和长辈的认口 如果家里有重男轻女的长辈 建议还是回去跟长辈好好沟通 何小涵立刻想起了悠悠的奶奶 而此时悠悠的奶奶何田四阳 正在家里看着电视 你说这男孩子多好玩 这胖嘟嘟 何小涵带着悠悠回家后 婆婆又给她准备了很多药 村他俩早点生二胎给他抱孙子 何小涵没有反驳 直接拿走了药 回到卧室全都扔进抽屉里 然后站在窗前压抑地喘不过起来 终于决定拨通了搬家公司的电话 得着女儿悠悠有儿童性别认知障碍后 何小涵决定不再顺从婆婆 她鼓励悠悠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并疏导她认同自己的性别 同时也打电话叫来了搬家公司 婆婆还以为他们找错了门 却没想到是儿媳何小涵找来的 丈夫田四阳也毫不知情 何小涵坦言她又带着悠悠搬到另一套房子去住 婆婆立马炸了锅 而田四阳却再次从中间获悉你 但是这一次何小涵却再也不想人了 我妈的意思她就是想要个孙子嘛 这样我们素斩素绝给她生一个不就行了 你倒是可以素斩素绝 那我呢 怀她十个月侮辱一年 把她好不容易养大了 我要操心她一辈子 如果我怀的不是男孩呢 我是不是要被你们逼着一直生下去 你要不想生我就不过生嘛 田四阳 就你这没用了 你不能这样 你对着她这样喊 她是你老公 她不是你儿子 你还知道她是我老公啊 我还以为她只是你儿子 一向在家里跋扈惯了的婆婆 被何小涵突然这么一反抗 也有些不知所措 只好转过头指责田四阳 当初自己反对她俩结婚 可田四阳就是不听 所以才换来今天这种结果 何小涵只好说出悠悠 因为婆婆的重男轻 已经得了性别认知障碍的事情 并且再也不想让婆婆去接触悠悠 什么性别认知障碍 因为她奶奶只喜欢男孩 都是奶奶的错 你一盆的事 你动不动就往我头上扣 悠悠 你下来 从来再干什么 我不要再这说悠悠 我不要你再杀我的女儿 你干干哪 我怎么做的 这是你滚 何小涵你现在总得想干什么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搬过去 你给 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别这样啊 我就知道 就这样何小涵跟婆婆大吵一架后 带着悠悠搬到了新疆 而田四阳从医院下班后 赶紧也出现在他们面前 然而饭还没吃一半 婆婆就发来信息 催田四阳回家 田四阳立马向何小涵说明 妈妈在家里折腾了 她得回去安抚一下 今晚可能的回家住了 等明天再搬过来住 何小涵听后 立刻夺过田四阳手中的碗筷 现在就回去 永远都别回来 何小涵回到房间低声哭泣 田四阳在门口敷衍的 劝了两句就匆匆离开 而压抑的何小涵 不得不吃起了抗疫力的药物 田四阳回到家里 几乎没费吹灰之力 就揭穿了装病的妈妈 妈妈向田四阳表明 她也不希望田四阳为难 更不想逼迫她走到离婚那一步 所以她决定退一步 只要她来肯生二胎 那么搬出去住她也不拦着 于是田四阳带着妈妈 一起来到新房子 为了能抱上孙子 妈妈向何小涵扶了软 并且同意他们搬过来住 对悠悠的态度 也变好了很多 连悠悠写的歪歪扭扭的字 她都连连称赞 我妈变化挺大了 她怎么突然间就想开了 我妈舍不到这个儿子 我支持你 我妈只能让一步 对吧 你以前总说我不站在你这边 现在多好 我今天晚上就搬回来住 悠悠带着奶奶参观各个房间 而当她发现何小涵房间抽屉里 还放着安全措施时 立刻从中做了手脚 殊不知何小涵是因为 最近正在吃抗抑郁的药物 所以才不想马上生二胎 你怀孕了 快快快赶紧坐下 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故意的吗 我们一直有做安全措施的 我知道啊 你也是学医的 你当然知道这些安全措施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 既然你现在怀孕 那就证明缘分来了 正在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何小涵 突然发现自己怀孕 于是到医院质问田四阳 并拿出一打 已经被婆婆戳破的避孕措施 但田四阳并不知道 何小涵吃药的事情 觉得她怀孕是件好事 并解释她妈妈 可能只是想要抱孙子心情 但何小涵让田四阳 先不要把怀孕这件事告诉婆婆 然而田四阳这嘴哪有把门的 没过几天 婆婆和大姑姐就找上门了 婆婆低姿态地表示 何小涵就只管生孩子就行 生下来之后她会帮忙带 但何小涵还在因为婆婆戳破避孕措施而生起 认为自己在婆婆眼里 就只是个生孩子的机器 由于已知除夕 婆婆破天荒一次性给了悠悠三个红包 而往年就只有一个 连大姑姐家的外孙 每年都有两个 只因为婆婆认定这次 何小涵肚子里怀的是个男孩 一家人去奶奶家吃年夜饭 但是奶奶一直围着外孙再转 何小涵能感觉到悠悠有些不开心 她认为这就是悠悠有性别认知障碍的原因 悠悠临近又生小 何小涵辅导悠悠学习 但悠悠十分好动不配合 并推脱等上小学的时候再学 还要回奶奶家去住 何小涵忍不住冲悠悠发了脾气 但过后她又主动跟悠悠道了歉 何小涵回到卧室 刚准备吃抗抑郁的药物 但拿在手上却十分犹豫到底该不该吃 而这一幕正好被好奇的悠悠看到 妈妈 你身边了吗 你为什么要吃药 这不是药 这个是吃了男人开心的东西 你要是不惹妈妈生气 妈妈就不用吃它了 可我也不开心 我也要吃 不行 你不能吃 悠悠你自救了吗 你不可以吃 殊不知何小涵这样一个谎言 即将酿成大祸 幼儿园艺术节这天 还没等悠悠班级的表演开始 孩子们就都出现了呕吐的症状 结果全都送到医院 医生检查后说 孩子们可能吃了安眠药物 何小涵想起悠悠曾对自己的要好奇 同时也发现悠悠将安眠药都带了过来 而且药盒里的药已经全都不见了 悠悠把药都分给了幼儿园里的小朋友 所以才造成了集体住院 何小涵主动给家长们道歉 所有家长们都在责怪 婆婆也觉得她给田思阳丢了脸 之后何小涵被带到派出所调查 喜托故意投毒的嫌疑后 田思阳过来接何小涵 第二天得知何小涵一直吃药的婆婆 催促田思阳带她到医院检查 医生说由于何小涵发现自己怀孕后 就已经停止服药 所以她也受药物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婆婆让田思阳带着何小涵去缴费 然后她给负责检查的医生塞了个红包 想知道胎人的性病 我们医院有严格的规定 这个绝对不能说的 你跟我儿子同事那么多年 怎么就像自己人呢 我就想知道 我心里面有个书 但是这个我真的没办法告诉你 医院有严格的规定 医生坚持不肯收 也不肯透露 然而她临走时不经意间的一个倒水的动作 股子里怀的是个女孩 于是便有了让何小涵把孩子打掉的想法 妈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想让我打掉这个孩子吗 这医生也没有说这个孩子 现在就有问题啊 小涵你说现在谁能保证 你能保证吗 医生能保证吗 谁都不敢保证啊 只因为医生无意间的一个倒水的动作 让婆婆误以为医生向她传达的是 何小涵怀了个女孩 于是婆婆改弯抹角地关心何小涵 并以何小涵在怀孕期间 吃过抗抑郁的药为理由 劝说她打掉这个孩子 让何小涵十分恼目 因为明明当初他们夫妻俩的避孕措施 也是婆婆亲手用针戳破的 而现在让她打掉孩子的也是婆婆 婆婆假装自己只是给何小涵提出建议 具体该怎么做 还是让她和田饲养自己决定 但转过身来却拿悠悠威胁何小涵 你们安心回去养胎 悠悠留下来 我来带 很明显婆婆是想用 把何小涵和悠悠分开的这种方式 来促使何小涵打掉孩子 毕竟悠悠是因为婆婆重男轻女 才患上的性别认知障碍 何小涵也因此而产生抑郁症状 何小涵有些无助 然而田饲养却继续祸悉泥 觉得让妈妈照顾悠悠 而何小涵安心养胎其实也不错 何小涵没法离开悠悠 于是也回来住在婆婆家 晚上去悠悠的房间陪着她 并且告诉悠悠自己会一直陪在她身边 然而第二天一早 何小涵醒来时发现悠悠已经不在床上 一问才知道悠悠被婆婆送去大姑姐家聊 她急忙打电话过去 结果听到悠悠说 自己身体有些不舒服 于是何小涵收拾好东西 准备把悠悠接回来 正好婆婆回来拦住了何小涵 悠悠不在私境那儿挺好的吗 悠悠她是我的孩子 我为什么要叫给别人照顾我 我今天必须把悠悠接回来 我不同意 这个孩子是你自己要的 悠悠现在在那儿感冒呢 你干嘛你把她接回来干嘛 交场感染啊 你能不能作为一个母亲 对自己的孩子负点责任吗 妈你太过分了 你别装了 你不是就是想用悠悠来要挟我 让我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吗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生不生是我的事 你管不着 何小涵和婆婆在争执当中 不小心从楼梯上滑倒 然而被紧急送到医院后 也没能保住孩子 婆婆向躺在病床上的何小涵道歉 并承诺等出院后 肯定把她的身体调理得好好的 然后就可以要下一胎了 对吗 干什么把话说得那么难听了 田思阳见何小涵情绪不太好 于是赶忙把妈妈先劝了出去 何小涵回忆起 当初生悠悠的时候 也是在这间病房 那个时候她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第二天医生进来查房时 何小涵询问医生 没了的那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医生告诉何小涵是个男孩 刚好被站在门口的婆婆听到 王医生 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什么真的假的 不是你当时明明跟我说 你说那是个女孩子的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那是个女孩子了 快去把那个水哐就这样泼掉 加持于女儿泼出去的水啊 思阳 你的家事我先回避一下 很讽刺吧 你一直想让我打掉这个孩子 现在如你所愿 孩子没了 但却是你一直最看重的孙子 这个结果 你满意了吗 田思阳也有些恼火 她终于恍然大悟 妈妈一直让何小涵打掉孩子 原来是因为觉得 她怀的是个女孩 婆婆羞愧地离开病房 何小涵也终于对一直 在她和婆婆之间 获悉你的田思阳失望透顶 我为了悠悠 为了你 你妈妈说我什么我都忍着 因为我总是有一点点希望 你能有所担当 能为了我 站出来 跟你妈妈说几句公道话 可是现实呢 你明明知道我受了委屈 你就是可以做到医生不空 你以为你戴上耳机 就什么都听不见了吗 你就是在做所同无鬼 这世界上的婆媳关系 就是因为有你这种 不作为的老公 你继续做你的好儿子 出院以后 我自己带悠悠 我们各国各地 听了何小涵的话 田思阳也意识到自己有错 何小涵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也更让她后悔不已 田思阳 我不会给你开门的 这里就是我和悠悠 两个人的家 你别再来了 田思阳下了夜班 去病房看望何小涵 却被告知何小涵 已经自己办理了出院手续 并且把他的微信也给拉黑了 田思阳急忙来到新房子 结果发现密码所的密码 也被何小涵改了 田思阳知道 何小涵此时已经对他彻底失望 于是独自一人回到妈妈家 姐姐和妈妈给何小涵熬了中药 但田思阳告诉他们 何小涵不会再回来了 而他也想搬出去 跟何小涵一起住 田思阳的决定 立刻遭到姐姐和妈妈的反对 有了老婆 有了孩子 妈都不要了 妈妈听后十分伤心 于是想要搬到田思阳的姐姐家去住 姐姐本来想要推脱 但是见妈妈已经生气 只好把妈妈带回自己家 由于一直见不到何小涵和悠悠 田思阳只好到幼儿园门口等他俩 悠悠见到爸爸十分开心 送由悠进幼儿园后 田思阳也连忙跟何小涵道歉 我总是认为 这婆媳之间的关系 是每个家庭都有的 所以我认为 这不需要去解决 根本就解决不了 知道这一次 反正都是我的错 你说的对 我这个人就是一直都在逃避 我就是个所得误悔 其实这些天 内心深处 每一分每一秒 我都在后悔 你说的这些话 我又不是没听过 可是这次真的不一样了 我有实际行动的 我已经跟我妈说了 我们从此以后分开过 我觉得这样挺好 虽然田思阳已经反思 但何小涵还是不愿意 轻易原谅她 无奈之下 田思阳只好在门口 假装肚子痛 趁着何小涵上厕所的时候 骗悠悠给她打开了房门 她还给何小涵写了保证书 然而何小涵对她的态度 仍然有些冷淡 这是姐姐由于忍受不了 妈妈在她家里管的态度 于是来找田思阳 她来接妈妈回家 进屋就对何小涵一顿数落 而这一次 田思阳终于不再带耳机 并且第一次为了 何小涵跟姐姐吵架 如果我连住在这里的权利都没有 行啊 我可以搬走 你坐下 什么你的我的呀 田思阳我告诉你 小涵在这想住多久 她就住多久 因为这房子写的是 悠悠和小涵的名字 还有啊 我们俩吵架 是我们的事情 关你什么事 田思阳 少说两句好吗 不要参加我们的事情 我不想我们姐弟闹走反目好吗 死活 走走走回家 何小涵也知道 田思阳从没跟姐姐这么红过脸 也不禁感慨 他要是早能这样该有多好 不仅如此 田思阳在下班后 还主动排游游踢球 得知何小涵想要跟周楠楠一起开蛋糕店后 他也是全力支持 并明确表示今后自己会有担当 不会再让何小涵孤军奋战 何小涵终于被感动了 两人也重归于好 看到你笑 我真的好开心 不要离开我 好吗 原谅我了 哎呀 爸爸妈妈真肉麻 不久后婆婆也来找何小涵 她表示住在大女儿家里 也会被管东管西 还是跟何小涵他们住在一块自由自在 也明白了自己当初确实有些过分 并真诚向何小涵道歉 不过何小涵还是拒绝了婆婆 让她回去住的请求 并表示他们今后虽然不在一起住 但她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尊重婆婆 我一直都希望我能做到最好 能够打好悠悠 希望您能满意 我知道您看不上我 觉得我学历低 所以我就拼了命的 想要让悠悠在各方面都能做到最优秀 希望她能帮我在您那争一份面子 可是我都已经快忘了 悠悠她是我的女儿 她是我的宝贝 她也会想我 渴望得到您的夸奖一样 渴望得到妈妈的爱和鼓励 何小涵希望有一天 能得到婆婆真正的认可 这一次婆婆也尊重了何小涵的想法 同意给彼此留一些空间和时间 此后何小涵和周奶奶一起开了蛋糕点 也可以做到经济独立 从此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 你自己也知道我今年丢了几个大课和输了几场官司 我压力很大 再加上你看小文现在又生小 小福又在叛逆期 所以孩子的教育问题我才希望你能够多费点心 行吗 苏青和丈夫李修平都是业内有名的大律师 两人合伙创业开了一家律所 相比之下苏青的工作能力比李修平还要强 而且他既要顾工作 又要照顾家里的两个儿子 反观李修平指望工作 对于家庭完全是甩手掌柜 然而当两个儿子的教育出现问题时 李修平更是把责任全都推到苏青身上 连有些叛逆的大儿子小福都看不下去了 我已经上初中了 已经顾了什么都能跟妈妈讲的你 注意一下你的态度行吗 爸爸 在这个家里你不需要靠发指令教训人 老存在感 走吧小福 小福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 这天小福因为生病在家休息 而苏青和李修平却要同时去外地出差 于是两个人都想让对方留在家里照顾小福 那现在小福不舒服 我们俩都不在不行啊 那李修平你就不能不去吧 我那个会很重要我一定要去 你的会重要我的会就不重要吗 我就不是工作了 我赶飞机来不及了 我的飞机也要飞了 苏青只好回房间跟小福商量 他表示如果小福需要他留下 那么他可以把航班改成明天 但小福十分懂事地让苏青放心出差 不用担心自己 让苏青略感欣慰 而两人出差回来后 李修平找苏青去他办公室 谈一谈让他回家全职带孩子的事情 而此时李修平漂亮的女助理 刚好也在他的办公室 李律师 你这个采访也太帅了吧 那还不跟师父好好学 好的师父 见到苏青进来后 助理给他倒了杯茶 然后就离开了办公室 苏青表示自己今后可以少接几个案子 这样就可以平衡事业和家庭了 但李修平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小福正在叛逆期 可能更需要母亲正确地输道 工作咱们俩都可以胜任 但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不是都是一时你在管的吗 你也看到了 我回到家里 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啊 这是理性的选择 那你也可以一周来律所一两次 指导指导那些年轻的律师啊 没有要你完全放弃啊 一周一次然后是一个月一次 再后来呢就回不来了呗 李修平让苏青从小福和小文将来的成才方面考虑 苏青不知可否 然而第二天 小福由于受到同学的挑衅 于是生气地把同学的书包从楼上扔了下去 结果被老师请了家长 小福随便找了一个之前跟他一起玩过游戏的男人 到学校假扮自己的父亲 却没想到苏青也来学校给他送东西 但苏青并没有当面揭穿小福 而是配合他在老师面前演了场戏 老师告诉苏青 小福不仅成绩下滑 而且课后的答应很久都没参加了 走出教学楼 假冒小福爸爸的那个男人 说自己只是义务帮忙 而小福给他买的烟 也无意间掉落在了地上 男人没赶紧就仓皇逃走了 苏青对小福很是失望 这个一对一的老师 你知道我拖了多少关系找的吗 不知道 还假扮爸爸 让老师知道了会被开除的你知道吗 知道吧 李一副 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啊 你有什么字要说我 你不是律师吧 你怎么跟我一起说话 你跟我有什么区别 我是要给你留面子 我要给你留面子你知道吗 那现在怎么不留了 分明就是怕我被开除 怕我给你丢脸 虚伪 被苏青重重地扇了一耳光后 小福也很难过 他冲着苏青一顿咆哮 是去找你喜欢的小儿子去吧 他要凭我听话 你比弟弟大八岁 你为什么老要跟他比 你为什么老觉得妈妈偏心 我以前觉得她是你偏心 但我现在我看明白了 也许你其实并不偏心 但你的时间真的是太少了 水牙也变得有条件 只有表现好的孩子才没得到 我发现了一件特别好的事 我从小到大 只有我犯了事 你才会来接我放学 苏青越发觉得是自己苛代了小福 于是他做出了辞职的决定 准备全职在家照顾两个孩子 单身的时候 想结婚 结了婚 又觉得单身好 没有孩子的时候 嫌弃自己少了一份人生的精力 但是有了孩子 又觉得被捆绑住了 任何一件事情 得到的背后 总有一份失去 与其纠结 不如珍惜当下 苏青为了照顾两个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决定从一所辞职休假 丈夫李修平和同事们 还为他举行了休假仪式 苏青有些不舍 李修平当众向苏青表达了感谢 并承诺会更加努力赚钱 来回报他对家庭的付出 最后苏青还把自己的助理 安排到了李修平手下 小沙你就跟着李律吧 这样的话你就多一个人 我一个人配两助理 这不好吧 小沙还不是很成熟 所以你需要带带他 好就请你的 谢谢苏律师 今天特别允许你们上班时间喝酒啊 小沙自从建律所 就一直在苏青手下工作 苏青对小沙有栽培之恩 而公司里众人皆知 李修平的助理小美 十分崇拜李修平 如此一来 李修平在公司里有任何风吹草动 小沙也可以及时给苏青提供情报 苏青自认为安排十分妥当 于是安心地回家 做了全职妈妈和全职态度 很久没享受过这种服务 也很久没看到这样的你 是吗 那以后请你多多习惯啊 可以哦 苏青需要适应闲下来的状态 孩子们对于母亲整天在家 刚开始也都很不习惯 而家里的保姆此时也跟苏青提出 自己要回老家照顾刚生下孩子的女儿 苏青只好尽快丰富自己的菜谱 以解决孩子们的一日三餐 李修平一直忙工作的事情 连晚餐都经常不在家里吃 这天苏青准备给李修平洗衣服的时候 不仅闻到丈夫的衬衫上 有一股很浓的香水味 还从中发现一根长头发 与此同时 周楠楠去见客户的时候 也无意间碰见李修平和一个女士行为亲密 而她去找李修平办银行业务的时候 发现李修平的助理小沙很像那个女士 在跟绿索财务对账的时候 周楠楠还发现了李修平几乎每个礼拜 都会给同一家传媒公司打去两万块钱 绿索财务支支吾吾的表示 这是绿索的宣传费用 周楠楠有些犹豫到底要不要把这些事告诉苏青 毕竟现在没有确凿证据 也只是捕风捉影 于是她试探性的问苏青 绿索有没有固定的宣传业务 苏青却敏味的察觉到 周楠楠的话里有话 晚上李修平又很晚才回家 并表示自己一直在陪朱总 最近跟朱总走得很近 大客户嘛 不陪着不行啊 我今天给朱总打了个电话 谈了谈交接的事情 李修平急忙跑去浴室洗澡 趁机给朱总打了个电话 结果确得知苏青并没有给朱总打电话 他察觉到苏青对自己已经有所怀疑 晚上睡觉前苏青继续试探李修平 我在想换瓶新的香水 喜欢什么就买啊 你喜欢什么味道的 都行啊 我对香水又没什么研究 玫瑰的怎么样 就像你身上的那种 老婆 什么意思啊 你每天见那么多人 总会蘸一些别人的味道 是啊 你在想什么 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苏青啊 我们结婚那么多年 你要对我有点信心 李修平让苏青相信自己 然而他再次跟女助理 出去酒店约会的时候 却再次被周楠楠看到 虽然这次周楠楠 仍然没看到那个女人的正脸 但显眼的马尾让周楠楠欠信 她就是李修平的两个助理之一 周楠楠犹豫了很久 终于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苏青 你见到的那个女的 长什么样啊 我没有看清楚正脸 但是她那天穿了个西装 长头发 那天还扎了个高马尾 看上去应该是你们律所 这样的打扮 我们律所有两个 那你打算怎么办 把她找出来 苏青从律所辞职回家 专心带孩子后 却被告知丈夫李修平 在律所和助理油染 而且还在偷偷转移公司的财产 一开始她更愿意相信 周楠楠是在捕风捉影 但周楠楠劝她 不要因为成了全职妈妈 就丢掉了做律师的判断 于是她决定和周楠楠 一起把这个女人揪出来 第二天苏青先来到律所的办公室 并叫她安排给李律师的助理小沙也进去 随即周楠楠也赶到律所 假装和苏青争吵 故意当着小沙的面 说财务已经把存到她所在银行的两百万 达到了苏青的账上 紧接着又让小沙叫进来了 李律师的另一个助理小美 又把转走三百万的消息 如法炮制透露给小美 然后把财务叫了进来 静观其变 看看到底谁才是李律师的情侣 不一会李律师果然给财务打来了电话 小沙来到苏青的办公室 苏青难以置信的走近她 即使苏青更希望和丈夫有染的那个女人是小美 而不是她一直信任的小沙 苏青猛然拽下小沙的工作牌 我看在你跟我多年的份上 我会跟同事说你是主动辞职 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小美交接 我会负你两个月的心事 我还是很难接受是你 小沙 我对你不好吗 你很努力很认真 像我刚入行的时候 我很认真地教你栽培你 你就这么回报我 小沙意识到自己和李律师的事情败露 于是向苏青承认 是她没控制好自己的感情 但紧接着却不知羞耻的自我辩解 还把责任全推在苏青身上 她是爱我的 她需要我 你们的婚姻早就名寸失望了 你怪我抢走你老公我没有 是你自己拱手相让的 你的眼里只有案子和孩子 你们连夫妻生活都没有 姑娘 她选择你或许是因为你年轻漂亮 或许是因为你温柔体贴 但绝对没有可能是因为 你比她的太太更优秀 她现在只是在享受 偷情带来的新鲜和刺激 等到秘密不再是秘密 激情褪去的那一刻 你自己什么都不是 小沙还想狡辩 苏青已经懒得听了 她叫来把我们把小沙赶出去 小沙只能狼狈的离开绿所 本可以仰仗带她入行的 老板囊的重视和栽培 好好的搞事业 走向人生巅峰 结果却偏偏用小三的方式 企图拯救老板 把自己搞得身败名利 既可恨又可怜 那绿所的事可能真的误会 我是看在小沙是你助理的分上 我才对她特别关注了一点 可能这个也引起了她的一些误会 坦白讲 每天面对那么一个 热情洋溢的女孩 你说我没有一点感觉 那都是假的 但是我真没有扎进去 苏青在周南南的协助下 在律所揭穿了助理小沙 是丈夫李修平情人的事情 然而回到家里 李修平却仍然嘴硬不肯承认 还故意打起感情牌 希望得到苏青的信任 但小沙那边都已经承认了 苏青又怎么可能继续骗自己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我想听一句实话不为果吧 你觉得我很好骗吗 就发生过一次 真的就只有一次 我当时喝醉了 真的就是因为喝醉而已 因为她年轻漂亮 不是 那就是你为人夫为人夫 不讲道德不讲责任 下半身只会大脑了 我承认可以吗 我承认我犯了错 我也一直很后悔 但是我跟她那不是感情吗 那就是一次冲动 互相寻求安慰而已 李修平又表示 自己进来的压力很大 丢了客户输了关子 但是她在女强人苏青这里 确实难以得到安慰 然而苏青却无法苟同 因为她都已经为了家庭 辞职回家做了全职态度 苏青从包里默默拿出了离婚写一书 李修平坚决不同意 并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 苏青让李修平这段时间 把工作安排好 以免耽误离婚的出庭时间 但李修平却恼怒地 把离婚协议书撕得粉碎 这时他们的小儿子小文 被争吵声吵醒 于是出来问妈妈 她将举行的生日派对 可不可以晚点结束 苏青无奈地告诉小文 派对可能没法给她办了 苏青的大儿子小福十分早熟 她看出妈妈和爸爸之间的一样 并试探着安慰妈妈 而李修平第二天很早就回了家 还专门给小文定制了生日蛋糕 苏青提醒李修平不要忘记 在小福生日的时候也要买一个 已是公平 李修平以为苏青原谅了她 但苏青话锋一转 说离婚后自己不会剥夺 李修平对孩子们的探视权 小文收到蛋糕十分开心 李修平还表示 自己将来会抽出时间 给小文开家长会 却被苏青立刻拒绝 小福怼得李修平哑口无言 次日苏青又来到律所 她主动找来了李修平的另一个助理小美 因为之前的无端试探 苏青向她道歉 对不起小美 不管你接不接受 我今天必须向你赔给道歉 苏绿虽然我业务能力一般 但底线还是有的 没事 我能理解 你也别多笑 李修平听说苏青到了律所 也过来继续示好 但苏青只是觉得 在家里有两个孩子在 她没法说出口 所以才来律所 苏青提出分家的条件 所有资产一人一半 好聚好散 李修平难以接受 这次她宁愿辞职回家带孩子 也不愿意离婚分家 她让苏青冷静一周 一周之后如果苏青还坚持 那么她就不再勉强 两人达成在孩子面前演戏的默契 同时李修平也推掉一切应酬 不断跟苏青示好 但苏青却觉得 无论李修平现在在做任何事 也只不过是徒劳 很久都不一起回家的两人 自然引起了两个儿子的注意 李修平说他们刚刚一起去看电影 更是引起大儿子小夫的怀疑 苏青配合着打了原场 李修平还承诺 下次去电影院也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去 小夫对此不写一过 苏青和李修平在家的状态 小夫一直看在眼里 他看到爸爸抱着床 走回卧室 就猜到妈妈和爸爸 一个要睡在床上 另一个要睡在地上 而弟弟小文却丝毫没意识到 还朝着要睡爸爸妈妈的中间 李修平自然欣然答应 而苏青去看了看假装睡着的小夫 小夫好好睡觉啊 妈 你累吗 我都听你觉得累 小夫的分析能力倒是继承了他的父母 李修平破天荒的去辅导小文写作译 忍不住问小文更喜欢爸爸还是妈妈 如果一定要选一个人在一起生活 小文会选择谁 小文哭着回答说 谁也不想选 只想他们永远在一起 但李修平表示 自己惹妈妈生了气 而妈妈却不愿意原谅他 苏青听到小文的哭声 于是进来查看 小文立刻扑到妈妈的怀里 哭着说不让他们分开 小婷你这是在干什么 这两个早晚不知道 也该听听他们的想法 你跟孩子说这些何事吧 李修平 我自己绝对不 不管爸爸的事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没有做错什么 听到没有 妈妈妈 今天阿姨我 不要跟我分开吗 妈妈不会给你分开的 爸爸也不会离开你 苏青好不容易安慰好了 小文 临睡前仍然不放心的 来看了看小夫 小夫这次问得很直白 妈 你们要离婚了吗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反正比你要早 我可不是小文 猜猜你们分好了 那我和小文 你们分好了吗 小夫 离婚 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有些最重要的事情 妈妈是不会放手的 小夫从小就很成熟 听了妈妈的话 她若有所思 她一直觉得在爸妈的眼中 自己不如弟弟小文 这天李修平和小文 求妈妈带她去公园玩 因为公园里有很多她俩的回忆 然后她也主动请营要一起去 而且由她来照顾小文 小夫不想妈妈再在小文面前伪装恩爱 于是主动表示她可以替爸爸去 让爸爸忙工作的事情 晚上李修平无奈的来到小夫的卧室 李修平让小夫不要在他们中间掺和 并表示小夫要是像弟弟小文那么听话 懂事就好了 小夫反驳李修平一直很偏心 李修平还觉得小夫这两年很叛逆 让小夫好好反省反省 小夫不想再跟李修平沟通 于是当着她的面戴上了耳机 李修平也只好自讨没趣地离开小夫的卧室 苏卿和李修平约好的一周时间已到 苏卿仍然要跟李修平离婚 李修平想争取小文的抚养权 但苏卿也不肯轻易放手 那现在小夫已经被带坏了 我交不动她 你轻点 原来你们都觉得我不这么急 哥哥到今天我们两个人都有责任 那就发言见吧 俩人的谈话刚好被小夫听到 他失落地走回房间 以为自己没人愿意要 然而小夫却没有听到苏卿后面说的话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 小夫故意把盘子里的蛋倒掉 还当着爸妈的面 冲着弟弟发起了无名火 但是苏卿和李修平并不知道缘由 到了晚上 小夫给一个唱歌很难听的女主播 打赏了几个火箭 苏卿收到付款的信息后 立刻来找小夫 小夫就是想用这样的做法激怒妈妈 我让你绑银行卡 是为了让你买书的你知道吗 我想这么花 我就怎么花 我花钱找点存在感 怎么了 有问题吗 小夫 妈妈这几天刚想夸你懂事 你稍微表现得正常一点好不好 你有什么事情好好跟妈妈说行不行啊 怎么算正常 我怎么不正常了 你说 你情愿把鸡蛋扔在垃圾桶里不给弟弟吃 这正常了 你在这闹了半天吵了半天 还是因为弟弟 还是因为弟弟对不对 小夫觉得她猜想的没错 妈妈跟她吵了半天 还是因为弟弟 于是生气的离开 之后小夫的种种行为 都让苏卿觉得小夫有些不对劲 她也不知道小夫为什么会这样 本以为自己辞了工作 在家陪着他们 他们会很开心 但是事与认为 我发现你好像很恨我 小夫你恨我吗 没有 我发现你做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为了让自己高兴 是为了让我不高兴 是为了让我难过 是吗 你难过了吗 你有那么在乎我吗 我是你妈哎 我怎么可能不在乎你呢 又拿我当小孩了 你辞职 是因为小文又生小 不要撑上我 小夫好几天不理睬弟弟小文 令小文有些难过 她只能不停地追着小夫问 于是小夫故意问小文 如果在爸爸妈妈之间只能选一个 她会选择谁 小文犹豫了一下 回答说她选妈妈 小夫听到后 低声地跟小文说了一句话 过了一会小文就不见了 苏青和李修平发现后 紧急下楼去找 终于在楼下发现了 独自坐着的小文 小文告诉他们 哥哥说他再也不想见到自己了 所以他很伤心 才独自一个人下楼 而与此同时 小夫望着他们一家四口的合影 缓缓地用打火机点燃了照片 小夫的房间里瞬间冒出黑烟 李修平急忙上楼 用灭火器灭了火 小夫也被苏青拉出了房间 止住了火室 李修平暴怒地扇了小夫一个耳光 苏青赶紧把她拦住 她耐心地询问小夫这么做的原因 没意思了 什么没意思了 你想不到小文呢 你不喜欢我还要跟我一起生活 你也没意思了 你说什么 我以为你不会放弃 因为你也会带我走 你误会妈妈了 妈妈是很爱弟弟 但是妈妈也很爱你 如果妈妈跟妈妈离婚了 你们两个我一定都会带走的 你出了头发 她同意吗 这六二选一 我跟小文 你回去活了 小夫表示 现在不是爸爸妈妈不要谈 而是她不要爸爸妈妈 所以她才会把大家都支出去 然后点燃照片 苏青哭着向她承诺 从现在开始 妈妈不要求你心格 也不要求你学习 妈妈只要求你自己爱自己 自己珍惜自己好不好 如果你自己都不珍惜自己 别人爱你又有什么用的小夫 妈妈怎么会不爱你 怎么会不爱你呢 父母离婚对孩子的伤害有多大 闹剧结束后 李秀平和苏青再次商量孩子的归属 苏青什么都不要了 就只要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李秀平说苏青离婚后又要出来工作 一个人很难带两个孩子 他想要把小夫送到寄宿学校 但是苏青坚决不同意 他想了许久 说自己不离婚了 比起自己的幸福 苏青认为两个孩子的成长 比起自己的事情更加重要 有的人外表光鲜亮丽 但事实上他脚上的袜子已经退到了脚底 鞋子把脚挤得生疼还抹出了泡 但是他没办法 还得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不管多疼 他除了人什么都做不了 为了两个孩子的成长 所以苏青决定不再跟李秀平离婚 周楠楠询问苏青和李秀平现在的关系如何 苏青表示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他把离婚比喻成拔痒 即使拔了也会留下一个洞 就算打过麻药 之后也会疼很久 但是不拔 养儿就会时不时的发炎 疼起来一样会很难受 苏青喝醉了酒 被周楠楠搀扶送回了家 小福得知母亲喝醉后 也赶紧帮忙照顾 小福询问妈妈喝酒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梅里成婚 周楠楠告诉小福 他的妈妈为他付出很多 而且妈妈最担心的就是 怕他和弟弟受到伤害 小福有些自责 是因为自己之前闹了一场 才导致妈妈现在选错了路 小福你搞错了 他会选择这条路 从心里他就没有怪你 他也不需要你来告诉他 什么是正确的路 他只需要你和小文 在这条路上陪着他 只要孩子在 再难的路 当妈的都能趟过去 时间来到过年 苏清让父母在家帮忙带两个孩子 然后他给自己和李修平安排了一次旅行 晚上两人喝了红酒 李修平也希望能挽回两人的感情 他试图拥抱和亲吻苏清 却在关键时刻被苏清挣脱 平复了心情 苏清说这段时间他俩都很辛苦 其实他也舍不得这段感情 也舍不得儿子 李修平 其实 只要孩子觉得没问题就行 我们俩 这么样都可以 对不对 真的很抱歉 我觉得我回不去 李修平有些失望 但他又能怪谁呢 都是他管不住自己出轨惹的货 苏清带小夫去超市购买食材 刚好碰见一个女士出门的时候 引发了防盗警报 女士被超市保安拦住 并且要翻包检查 苏清主动上前去帮忙解围 谁给你的权利翻别人的包啊 干你什么事 防盗就想了 你应该做的是报警 然后提供监控 配合民警调查 他偷东西了 偷没偷你说了不算 如果他真的偷了 也轮到你来定罪 别多管闲事 公民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 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禁止侮辱和诽谤 你现在正在侵犯他人的权利 你知道吗 你谁你啊 我妈是律师 小夫也在一旁帮忙 最后发现是超市员工 在商品上贴了两个条码 闹了个乌龙 超市的经历也出来连连道歉 女士没在追究 真诚的跟苏清道歉 而这个情景刚好 被苏清的一个客户看到了 她出去跟苏清聊了几句 并提起当初苏清辞职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小夫 小夫这才明白 自己在母亲心中的地位 回家的路上 小夫劝母亲回去上班 同时也终于知道 母亲为了他们 真的付出了很多 小夫的突然转变 让苏清心里暖暖的 她似乎也终于找到 和小夫正确沟通的方式 苏清啊 你说来说去 你还是做人家妈妈 如果你还只考虑自己的 什么未来理想啊 职业生涯啊 这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 你应该多考虑考虑孩子 我想做一个对大家都好的选择 小文已经拿到了 圣元小学的邀请名额 但是苏清却迟迟不肯跟校长确认 因为小文可以被录取的前提 是苏清继续做全职妈妈 这让李秀平十分恼火 于是她让小文先进房间 她和苏清单独沟通 李秀平表示 她并不想让苏清重新上班 而是想让苏清 多给小文一些关爱和照顾 不要让小文将来 也像她哥哥小夫一样叛逆 什么意思啊 哥哥一直很优秀 过去是现在也是 说句实话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做深深的检讨 我在想哥哥长大的这些年里面 我们有没有因为自己是父母 所以太自以为是 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孩子 有没有因为自己是父母 所以总觉得自己是对的这件事情 有没有是错的 这样的事情 你应该从来没有考虑过吧 苏清表示这件事他会考虑 苏清看到小夫做题的时候 想起了当年幼生小时候的小夫 而他也反思了自己 这些年对小夫的态度 确实不断的发生变化 他坐在阳台上若有所思 小夫给他递来了饮料 并主动坐过去和妈妈聊天 苏清这才知道 小夫之前认真的一遍又一遍 做着他觉得枯燥又简单的题 只是想让他开心而已 我看在弟弟房间的时候 总之会叹气 妈妈在想 弟弟应该念哪个小学 去你所学校 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我能看出来 我们家里的人 其实都不是真的快乐 不要为了我们委屈你自己 你还到我们一辈子的榜样 你要继续山山发光 得到了儿子的鼓励 苏清也终于做出绝地 他替小文拒绝了圣元小学的邀请 而李修平得知后非常生气 他回来冲着苏清大吼 但苏清却十分淡定地 把离婚协议书交给了他 你只要签了字 你就不是我老公了 我们两个人就到这儿吧 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对不对 相信吗 到今天我发现 我其实并没有恨 我们有共同的孩子 我们还是情人 但是我们两个 就别互相勉强了 李修平不再挽留 或许他心里早已预料到了这结局 几天后两人坐在阳台上喝着酒 李修平想起自己 第一次喜欢上苏清 使他在法庭上跟对面的老油条律师辩论 虽然苏清是第一次独立代理案件 但是却丝毫不怂 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苏清很酷 李修平聊起小夫 他确实对小夫关心的太少了 我能不能最后再求你一件事 把小夫交给我来带 我会想办法弥补他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只丢下我一个人 小夫这个孩子优点很多 但缺点就是太喜欢偷听爸爸妈妈谈话 爸 你们离婚吧 你又都是我跟小婚的爸爸 要是想我了 我就跟小婚一起来看你 但是呢还是希望你们能够离婚 他之前为我们妥协过很多次 这一次就让我们为了他妥协吧 为了孩子们和苏清 最终李修平选择妥协 他和苏清去办理了离婚 并且把财产都留给了苏清 但是苏清还是选择去上班 他单独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两人从此既是竞争对手 也是合作伙伴 小婚去参加入学面试时 李修平也陪着一起去 一家人的气氛似乎更好了 同时李修平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 第二天就准备搬走了 苏清最后一次拥抱了李修平 他其实有些难过 但也变得释怀 生活将他打碎之后 他依然能够在废墟之上 重建起一个新的自己